方式來跟我們分享數位獎金和公司協力 那讓我們以熱烈掌聲來歡迎唐部長 難道那個民主同仁都 還是稱呼我唐正偉 我已經連續應該六年了 都要來上這個課 那我是采鋼監任部長 我們部才一年多嘛 算是一個新創 那我們今天就跟以前一樣 都是用slide 看大家想要問什麼問題 然後按讚 按讚的數量越多的 它會輔到上面 那我就知道說 比較多人想要聽這個問題的回答 像最上面下有四條表示說 可以一次回應到無歸人 那當然就是如果舉手的話 那它的優先順序是比上面都高的 所以如果現在有人立刻就要來看 已經越來越遺失了 真的嗎 對 真的 真的 可是如果對您講話不挺好情 沒問題 絕對比起立法院絕對 我先承認一下 我是台北市政府過來的 那從去年到今年 因為是為發展物理的成立 其實我們有非常多的資訊人員 那當然它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因為在中央它的值等 人數會比較高 同樣往那邊去 我們是帶著一個助詞 但是真的跑掉太多了 然後跑掉代入了 我們很想要知道 我要把現民的名字命名起來 我不能跟你說是誰 但是到了那邊之後 他們告訴我說 對 就第一個就是到了那邊之後 想要有一些新的突破跟發展 跟知道數位發展不能夠帶領國家 走向怎麼樣的方向 可是大家都會覺得 他們告訴我是工作很忙 但是不知道目標在哪裡 對啊 而且還有一些台北市政府來的 他也在我們內部的那邊提案 說台北市政府連開會都可以掃QR Code 為什麼我們開會還在簽紙本 是的 這應該就是顯民之力 對對對 所以我想要問的就是 那個團部長 你要帶領事會發展部 我覺得地方政府如果有一些食物經驗 然後再到中央其實是好的 避免就是一片空白 但是您這些人 你要帶領大家一起往我們的方向去前進 然後為什麼已經在數位發展部裡面的公務員 會不管是資遣憲民或是資深憲民 會認為現在在身在裡面 還是有抓不到的感覺 那如果可以給一個比較明確的答案 我們繼續送同仁到中央去 我們會比較趕遠一點 謝謝 謝謝 這真的非常好 非常好 我們2014的時候 那時就是用開放政府當作證件的 就是科威者市長跟賴欣賢市長 現在兩個在選擇 那所以確實台北市是最早有資訊局 然後也最早導入 我們現在會叫做行政書規劃的一整套工具 所以他們到了中央之後 發現還在那個服貼黏那個 對對對 黏黏憑證啊 然後才能夠核銷啊 然後大計程車不能掃QR Code啊 竟然回來還要那個報那個差旅啊 然後還有那個 我記得在台北市 它可以不用證人品證就可以簽公文 回到家再插卡補簽就好了 對 那剛來的時候 我們公文系統也沒有這個功能 然後還有我剛才所提到的 就是開會的時候 台北市可以掃QR Code簽到 那我們還在那邊手寫簽到 所以確實就是只要是 而且這個很specific 因為別的資訊局或者社會治理局 或者資訊中心或什麼 也都還沒有那麼先進 就是那麼先進只有台北市資訊局 對 那所以他們來的時候 都覺得非常說 我們本來以為中央這個 應該要更先進 但是其實就很麻煩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其實花了滿多的時間 就是我一上任 就透過巡迴的方式 去聽就是每一個同仁 甚至透過匿名就是SIDO的這種方法 然後大家按讚 直到現在就是我們內部有一個叫MyModa 只要透過像這種Foreign 你提到30個讚 我就會在每個月的直播出來去回復 說為什麼我還沒有改成這個大家想要的樣子 所以確實就是剛剛那些重點 大概都已經變成我們已經在解決的事情之外 我們還解決給所有其他的部門 那這個就是資訊局跟數位部的差別 就是說像之前也有我也有先民在台北市 他們弄了一個很棒的開放原始碼的 去進行那個土地權重什麼之類的這些系統 我也不能再講細節 因為再講細節你就知道是誰了 那但是 對 那是你的部門嘛 好 那所以你也知道說他們本來想說 新北市啊或其他地方可以用 然後還弄了一個什麼跨縣市的那個治理的平台 可是到最後就發現說 因為每個地方的就是主機 或者它的副市長或它的主觀什麼 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樣 對 所以這個真的很難推 就是Open Source從地方政府往旁邊推是非常非常困難 可以說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還沒有一個成功案例啊 對 那但是我們如果是從中央說 我們現在Open Source出來一套做像網站的方法 那這一套可以導入像台北之前有做的設計系統啊等等 所以就是到不同的局處或不同的部會 它只要拉皮 就是換它的那個識別符號啊色彩啊什麼 但是後面完全同一套 你就不需要再重複招標 那這件事情我們現在就已經做了 就是新的那幾個部會啊等等 大概都會採用我們這樣子的系統 那同樣的就是我們也是第一次去說服主機總處 這個花了我大概半年的時間 就我們剛剛講的這些事情 它算作公共建設 因為以前我們都要分別去申請那個科發基金的計畫啊 或者是說有一點點設法的補助款 但是這些問題都它都是專案based 所以你專案沒有本來就真的沒有了 那但是其實公共建設就是造巧鋪路 它不應該到最後是說你要靠收貨路費 或者過小費什麼自償率什麼的 你才能夠維持這個東西的存在嗎 如果一個公路它真的是全民都在用的話 那不應該還要收貨路費才對 那這個概念以前一直都沒有突破 因為一直沒有一個主管機關跟主機總處說 我們覺得發六千的那種系統就跟公路一樣 它應該是一種公共建設 對那所以我們花了人來半年 那其實發六千在這裡面是非常critical 因為如果發六千中間哪怕有出一個負擔問題 那或者一個發錯 或者像其他流行國家那樣子領到別人的錢等等 那如果出一個負擔問題主機總書就不會同意 但是因為這一次六千真的就很順 所以國發會主機總書就同意說 我們從明年開始 這一類的系統就叫公共建設 那如果是公共建設它就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說就不是分別堅持 我們堅持之後 地方政府以後要發錢發物資發什麼 直接用什麼拿去改一改就可以用了 所以像我們短網址 台北市也要去改的嘛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就可以做很多以前的那麼多資源做的無障礙 做各種就是多樣性的這種測試 像六千元的特點就是說 喜歡轉帳的用轉帳 喜歡ATM用ATM 喜歡郵局的用郵局嘛 那但是在每一個touch point 就是每一個接觸點 如果你是障礙者 或者有其他不同的需求的話 其實那個都要反覆的測試 當時還碰到說馬祖斷來的時候 如果你只有低的那個微波頻快 你要怎麼樣領到六千元做那麼多測試 那這些如果是地方政府來建置 絕對沒有那麼多資源投資在這個上面 所以我們一次性的投資下去 真的也需要花一點錢喔 商議喔 但是做完之後 以後地方政府拿去用就好 對 所以就是說 我想就是資訊局的這些縣民們 來我們這邊之後 確實是忍受了一段非常不方便的這個時間 那而且也覺得說沒有什麼方向感 因為我們一直都在catch up 台北市已經做完了的東西 但是我們做真的有一個好處 就是當它變成公共建設的時候 別的局處 或者是別的地方政府要用的時候 它真的拿去用就好了 所以我想這是一段正統期啦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線上簽合 也是靠資訊局的朋友們告訴我們說 台北市好像密件是不能夠線上簽合的 對 就是特別是人事處的那些案件 因為大部分人資相關的都是密碼 那當然時間一到就解密 但是密件好像不能夠在就是市府的內部系統裡面 因為自然品證雖然理論上可以加解密 但是公文廠商也看得到那些資訊 所以人力相關的文件就不能夠給公文廠商看 對 那所以這些朋友到了中央之後 那他們就跟國發會進行討論之後 現在我們密件也都是線上簽的 那為什麼是因為 是好比像說一個處長 他簽上來到次長到我 那每一關都是用我們的自然品證加密 所以公文廠商其實解不開 我們是收到之後在自己機器上解開 然後再簽 那但是這個真的就很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首長不能夠去別的縣市太久 因為高鐵保公文真的就很困難 對 那在現在的話 我們平均除非密約現在在職群 不然我們每個禮拜平均都有兩天都在那裡 都在沙文 那這就是因為我不再需要高鐵保公文了 就所有的資本 除了國家機密那個很少之外 全部都變成線上 那同樣我們這一段的會 我都走出來 所以回過頭來資訊局也可以用 這樣 所以這些如果 因為我知道三分之二是私部門的 這個在你們那邊可能已經做了十年了 就是這並不是什麼很新的東西啦 就是線上密件加解密等等 但是在公部門裡面 因為我們一直要保持一個分值本的對稱性 就是最後檔案局要歸檔的時候 還是要應成值本啊 一開始來的時候你還是不能強迫他用電子文件 有時候要掃描進來啊等等 有非常多的配套要做 那我們的工作其實就是把這個配套 在我們這邊試過一次之後 變成一個國家級的規範 那到了明年就可以用公共建設的方式 大家都可以用 這樣有沒有多少回答有沒有問題 對於行政類的部分 可是更高的開始的就是國家級的數位 那是要用我們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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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剛剛行政類的部分講了非常的詳細 但是我剛剛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國家級的數位 數位發展目標 你舉一些的例子嗎 你覺得 就是為什麼在書畫部裡面然後說 我也不知道我來這邊我到底在幹嘛 對 因為他們一直在準備一些 就沒有發生的事情 好比像說一直到媽祖的事情發生以前 我們花那麼多時間在弄 對行為的過程嗎 看起來就很奇怪 因為大家都已經很習慣 台南就是不會亂的 光纖就是持續可以用 那但是後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我們跟Sarlink 這個中間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嘛 所以我還特別要去英國嘛 那種玩我也不回來啊等等 那這些在馬祖斷蘭世界發生前 看起來都很像就是行政的地方那樣子 就是為什麼花那麼多時間做這個 對 那但是我想馬祖事件發生後 很多同仁他概念開始改變 就是說因為這個是不需要全展的 人家其實最近也才又發生一次嘛 那就是一艘雨船上面 大概是五星期 他真的就跟你說他不小心下茅 不小心徘徊很久 不小心把海藍割斷 那一個禮拜之後又另外上火船 也是五星期又不小心下茅 又不小心滴動很久 又不小心把海藍割斷 那當然後來我們就是增加了法則嘛 也會有巡邏什麼之類的 但是他就不小心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像這種事情 除非發生了 不然在此之前的那個任性 reservience的準備 看起來就像重複投資 因為我這個點已經有光纖了 為什麼要投資偉國 已經有偉國了 為什麼要投資偉星 偉星加為什麼不夠大三價 這樣子 所以確實這個在一開始 在公眾溝通上面 是我們一直在試著講的 就是說不是說只有在烏克蘭 或者在其他地方會發生這種事情 其實颱風的時候也會發生類似的事情 但是在去年就沒有什麼說服力 因為就是疫情還在那個管控的時候 也沒有颱風 因為颱風可能就是不進來 不知道為什麼 那但是後來後來我們就邊境放寬了 所以颱風也進來了 所以最近大家 因為這個就是邊境邊開放旅遊這樣 那當颱風進來的時候 我們真的就看到說可能三價變性 真的兩價級地產就垮了 那就只剩某一家的還可以用 那這個時候 我們之前花那麼多力氣推災難漫遊 就是你不管哪一家電信 特別如果你是警銷 但是就算一般的當地人 你都可以用活著的那一家電信的訊號 甚至接衛星回去 突然就有意義 但是在去年看起來沒有什麼意義等等 這樣不知道有沒有多少回答一些 謝謝 好 謝謝 那還有沒有要舉手的 來 請 我可以問一個 我覺得我這個問題要早點問 就是說數位轉型 所謂數位化這幾個字 可不可以先幫我們就溝通一下定義嗎 就什麼叫做數位化 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公司我國是私部門的 那企業部門在導所謂 說我喊說我要做數位化 其實就是導一個系統 很粗魯的做法就是導一個系統 就我本來10個人做了工作堂變20個人 因為還有一批人在那邊登打資料 所以其實數位轉型這幾個字的定義 還有就是說我們數位轉型的意涵 希望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叫做數位化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想法這樣子 因為我們知道每個人心理的想法都不一樣 其實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digital它在中文當然我們把它叫做數位 但是數位同時也有plur 就是多於一個的意思 我們說數位正位就是好幾位正位對不對 就是兩個以上就叫數位嗎 數位部長就是可能兩位部長三位部長對不對 那所以我有時候會故意那個數跟位中間留一點空白 因為這個時候是數十位數百位數千位 那這個就是這不是單純文字的協議 而是說因為數位化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本來只有某個人可以做 或者某一個位置可以做的事情 它變成大家都可以做 我舉例 換我像說slido 我們如果沒有slido 那最多就兩個拿麥克風的人可以講話 第三個人一拿起麥克風 沒有人知道我們在講什麼了 就是因為大家用聽的那個頻觀是非常有限的嘛 那更不要說如果大家同時在講話 那是不可能的 那但是透過slido 那我們一面講話 一面上面就已經開始有那個彈幕 按讚 留言 什麼之類之類 所以它本來可能只有一位 或者兩位可以有發言權的事情 變成數十位數百位 它可以同時有發言權 那這個是在就是聽的部分 就是在實際給出voice的部分嘛 那在決策上面也是一樣 因為slido有投票的功能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說 哪一些是已經有八個人等著聽 那這個時候我就不用花力氣去猜說 哪些題目是大家想聽的 而是說大家的preference 就是大家的偏好 能夠快速的集中起來 然後也讓決策者能夠即時反映到需求 而不是透過一年一次的調查 或什麼東西才能夠了解到需求 所以我剛剛講的是兩個嘛 一個是bandwidth 就是大家溝通的頻寬的增加 因為一次很多人可以起來 那第二個是latency 就是溝通的延遲可以減少 就是不需要決策者 就是年度報告 季度報告的時候 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而是可以即時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就是大頻寬低延遲 方連結 大概就是5G的那個口號 大概就是數位化能夠做到的事情 就是讓溝通的頻寬超越時空的限制變多 那讓它的延遲變少 然後把本來只有一位兩位能夠連結的程度 變成等於所有企業的員工都可以來參加 就是理論上可以達到這樣子 但是那個是目標 就是它是digitalization的目標 那您剛剛講到的是digitalization 就是達到那個目標 轉型的目標前 有一些基本洪搖座 就是去把本來是類比的這些資料 變成結構化的資料 或者變成數據 就是變成機器可以處理的資料 那這一段以前是最辛苦的 因為我們一開始在聊天或怎麼樣的時候 絕對不是按照那個什麼會議規範一樣 什麼第一次發言 第二次發言 主席這個是針對這個題目的那個題目 沒有人不用結構化的方式講話 大家都是想到什麼就講什麼嘛 那以前你要把它裝回一個結構裡 這個是需要化非常非常多的一切 像你剛剛講到的燈打或者是下關鍵字等等這些做法 但是現在當然因為有AI的關係 所以這一關突然變成比較不是問題 以前是說如果你有好的數據 你有好的data 你要呈現出好的資訊給決策者 這個很容易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堆資訊 你要萃取出可用的數據 非常的困難嘛 所以就information跟data以前是不對等的 就是你只能這樣子留 很難這樣子留 你要把非結構化的就是壓對資訊 萃取成可以用的數據要花很多的力氣 這個也是以前說數據就像石油 什麼你要投資進那個萃取的排斷 電油啊什麼之類的都是那個年代 但是現在就不是這樣子 我們就這樣隨便就是想到什麼講什麼 甚至包含我們的手勢表情等等 把它即時匯總起來變成就是可以看到的數據 這件事情已經完全可以讓AI來做 所以以後就是information到data這一段 不會再變成很困難的一件事情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以前discitization這一段 讓很多人卡住 但是我想我們現在在說一件其中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好像一個很大的沙盒一樣 我們再試最新的這些AI工具 讓大家就像這樣子就是圍著桌子討論等等 就可以自動變成決策可以用的數據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是蠻不錯的 也是今年才剛開始的事情 我聽懂你所講的後面那一段 後面那一段的精準度 就是上面有一題講到那個生成式的AI這個部分 對 資訊的精度跟準度跟素質的部分 好像還不到大部分人認同 就等於說先是有的狀況 但是素質的部分好像還沒到這麼的OK這樣子 是 我分享一些我們實際在用的理想法 這樣比較容易想像 好 那這個是何總統 這個是我們在數位部的那個點子松的這個活動裡面 我們在台南跟台北各辦了一場 有點像我們這樣分桌討論的座談 神醫師工作坊 那在這個之前我們就用類似slido 就是讓大家可以PO想法 然後可以按讚 那比slido好一點就說他也可以按不讚 的這樣子的做法 那不管是對談也好 或者是這種slido問卷也好 以前的問題就是說你收很容易 但是這些都沒有結構化 大家想到什麼就講什麼 或就寫什麼 所以這些對決策者到底有什麼意義 這個是可能沒有意義 好 對 那所以大家才會用交點座談 因為交點座談比較容易整理出意義來 那像我們這樣子 就是看起來都就是非常亂的東西 我們就是完全用語言模型去把它萃取出裡面的核心論點 就是說大家都雖不滿意 但是可以接受這樣子的想法 然後跟裡面的crux 就是它的關鍵的分歧之處 就是這群人這樣子像 但是那群人這樣子像等等 那除了這樣之外 其實它還可以把這群人模擬出一個 一個跟你對談好像JGBT一樣 所以我可以去透過這個文字介面 去跟這裡面的某群人 開始對話 然後它就會用那些人當年說過的話來回應我 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我們目前 這個叫talk to the city的基本的用法 那這個它也不是只能夠用在 像剛剛講的這種文字資料 它還有一個用法 我們來下網子 這個就是他們對密西根的很多是黑人 然後很多是女性做了深度的反彈 然後他們是在zoom上面去進行 所以這裡面的每句話都有後面的某個人在回應這個題目 就是他們怎麼樣子被整個系統這個歧視啊 或者是他們想要組織起來 但是缺乏哪一種資源啊等等的 所以這是非常classic的可攝法我們在做 就是這不是AI 已久者在做 他們就是透過街訪啊 線上訪談啊等等的這種方式 那他們就交給他們那一邊的市政府跟議員說 其實就是雖然看起來大家的就是經驗非常的不好 但是在這裡面有哪一些你可以投資進去的地方 就可以立刻就可以一定程度上面 彌合這些不同的社群跟密西根的其他社群中間的一些旗艦啊 或者鴻勾等等 所以也是透過AI來照出就是意識形態非常不同 和生活經驗非常不同的人 他們中間有哪一些其實共同可以認同的統統政策這樣子的用法 那這個就更有說服力 因為就不只是好像我們大家坐在這個工作坊裡面 好像很和平的對談 這裡面有很多他們碰到就是暴力啊 或者碰到不公平對待啊 歧視對待啊等等這種 所以這個用法就是有點叫deep canvassing 就是他可以不是游說用概念游說你 而是說找出跟你的生命經驗類似的人 然後用他的故事來游說你 說這件事情應該是值得投資的 那回答另一個問題就是 這裡面確實就是bias 就是這個語言謀形容來分析的 他們這個應該是用GPT-4 如果他本身就有歧視的話 那會怎麼樣 那還好GPT-4對好像黑人或女性看起來歧視程度不多 但是我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也看到說 他們對穆斯林是有歧視的 所以你同樣的社群 就是穆斯林會覺得很正常的事情 GPT-4可能還會忽略那一部分 因為他就是用 就是有一點點反穆斯林的那個角度 來詮釋這些經驗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工作 也是大家可能有聽過那個台德 就是國客會的AI模型 就是去拿社群對於這種深層式AI的期待 然後去訓練我們的AI模型 讓AI模型能夠就是它也不是沒有偏見 但是它的偏見是以就是社會期待它有偏見的那個角度來有偏見 等於是說你每一個社群可以自己調整一個自己的語言模型 自己的GPT 那這樣子的話 至少它那個模型可以代表你的社群 去跟別的社群討論之外 你自己問他問題的時候 就不會讓他們隨時都被歧視 那樣子的感覺 所以這個也是數位部在做的 其實如果真的講到點子松 大部分的同仁一開始也是覺得這是很玄的工作 就是非常抽象的工作 感覺不太出來跟人民有感有什麼關係 但是對我們來講 這個是讓就是民主社會不會變成是在Facebook上面越討論 大家感情越差 越嫖到這個自己不同的就是集畫的社群裡面去的一個方法 就是如果每一次這樣子的討論 甚至包含只是想到什麼就講什麼的採訪 都可以讓語言模型變得越來越熟龍 而不是越來越分散的話 那這個可能對民主我覺得是有蠻重要的幫助 大概這樣 那細節可能就是看我們配分 但是這整套想法就是透過數位化 不是針對很多個人 而是針對整個社會上面 大家的共同的認識 去增強這個資訊的完整性 這樣 謝謝 謝謝 好 那還有沒有要舉手的 可是我們要回到Sidele的投票 OK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 剛剛就是有時候中場好像不一定會休息 所以中間如果需要出入 我只能就就 就看一下都可以隨時 OK我們來看看 Jessica問說 使用類似AI聊天機器人 TratchPT價值的理由 會不會有著作權 學術倫理或者自然問題 會 即會有著作權問題 也會有學術問題 也會有自然問題 TratchPT是透過多人聊天生成訓練 會不會可以出有偏見的回應內容 包含種族或者是性別歧視 這其實是兩個問題 後面這個因為既然已經講一半 我就講完了 TratchPT 他告訴你這個回答 而不是那個回答 中間是因為他們找了很多憑亞人 去看各種可能的回答 從就是他們叫做 helpful, harmless, honest 的三個部分 就是說他應該要是對你有幫助的 然後不要有害的 而且要是誠實的 那但是這三個的價值 其實有的時候難以兼顧 那要怎麼樣做出取捨呢 這個好像沒有一個 放住四海而接準的方法 所以他們就請很多朋友 就是去看這三個裡面有取捨的 然後說這個比較好 他也不用付理由 他就說這個比較好就好了 那這樣子訓練了很久之後 就變成GPT4現在的人格吧 那當然我們大家都發現說 他在那個honest城市那邊是特別差的 就是他不懂他也不會直接說不懂 他一知半解的時候會講得好像什麼都懂一樣 所以我們後來就發現說 GPT4你要用他的方法 其實是把他當作就是會胡說八道 就是在就是發想的時候 把他當作一個好像寫小說一樣的夥伴 這個也許可憐 又或者是說你會給他的資料 比起他還給你的這個回答來講 的量要更大或至少一樣大 像我們剛剛的那個用法 給他1000字的這個敘述 讓他中整出100個字的這個中數 這個就沒有問題 因為他不需要腦補 他不需要去幻想 他已經有足夠的資訊 他現在只要把資訊提煉出 就是他的summary出來 那這個部分他做得很好 那或者說輸入跟輸出剛好一樣的 就好比像說翻譯嘛 我們這邊有華文 那希望他能夠翻成英文 那因為他這兩種語言都懂 而且他的語言模型 他model的就是語言本身 所以這個只要給他正確的promoting 就是你要先跟他說 先假設你是這個全世界最好的什麼翻譯者 你絕對是非常的有細節有細心 而且要深呼吸一口氣之後 再開始翻譯等等 就是像一些這種咒語之後 通常他都會拍得很好 因為這個我們每天用 我們相當的了解 真的就是他們後來有用AI去 train AI 去找出說 如果你只有短短的一句話 哪一句話可以讓AI的表現 在誠實性上面會最好 那就是 Please take a deep breath and work step by step 就是先深呼吸一口氣 然後一步一步慢慢做 你知道先加這句話 他後面的那個回答都會變很棒 所以不管是 這真的絕對不是開玩笑 所以不管它是用來中整 或者是用來翻譯 這兩個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把它當搜尋警用 就是你打一句話進去 叫他回應一千個字 這個實在因為你那一句話裡面 沒有充足的資訊 他就只能用之前那些天涯人跟他對談的那些東西來補 那大概統統都是錯的 那所以如果想要把它當作就是 就是球籤啊什麼 就是拿出來的東西 反正你也不是當真的 只是當作這個參考用 那是可以啦 但是如果把它當作百科全書 那就不是正確的用法 那至於怎麼解決歧視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對齊問題 就是alignment 怎麼樣對齊價值 那後來我們就跟anthropic 就是open AI 本來是同一群人 然後來分家出去 anthropic 後來就想一個方法 也很簡單 就是不是請平亞人來訓練 而是請這個語言模型自己 按照他們叫憲法式的方法來訓練 所以他們一開始試著就是說 請用世界人權宣言裡面 所保障的那些人權的方式來回答 那他就可以誰都不得罪啊等等 那但是後來每個社群 可能還有不同的價值 所以我們剛剛的那個 生成是AI的討論 就是點子松的討論 我們現在也把它凝結成一些 憲法式的訓練的方法 那目前跟國客會正在做這個對齊 做訓練 那anthropic他自己已經跟全美國 1000個具有統計代表性的 就是隨機抽取的 好像黑神團這樣子 有整理出一個憲法 那這個憲法他們重新訓練之後 果然就發現像對於穆斯林的歧視 對於什麼歧視的問題 就比他們只拿世界安全宣言 訓練出來要好得多 因為美國人很在意 就是不要有族群歧視啊等等 這些事情它顯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只要找anthropic 憲法式AI 應該就可以找到一些對齊的方法 所以這個問題是能夠解決的 只是它需要整個社會參與進來 而不是幾個工程師在那邊說 這個是有歧視的 這個是沒有歧視的 這是後面的部分的回答 那前面的部分 其實我們目前看起來 最大的資安問題 就是在大家會不小心透露很多東西 去給對話機器人 因為它就是很會怎麼講 很會接話 很會扛名 就是感覺上就是比起這個諮商師啊 或者是朋友啊 來講 更不會得罪你啊 那這個情況下 大家就會很容易套心套對 講一大堆東西 那尤其現在ChangePT那個APP 它有語音對談的模式 所以你現在甚至連打字都不用了 你就把它轉成語音之後 就放在枕頭旁邊 然後就可以放在跟它聊天這樣 所以像上次真的是很難阻止人 去過分依賴它 因為真的太貼心了這樣 那所以我們現在在想的 就不是說禁止這樣子使用 不可能禁止這樣子的使用 而是說確保說能夠跑這樣子的模型的硬體的負擔 能夠大幅的減少 像我自己的Email 都是用這台筆電上面的原模型來回的 就是任何人寫Email給我 那尤其是英文的 我的微信基本上就是先我的AI先寫一次 那當然我不會直接按送出來 還是會看一下內容 但是因為這幾個大的公司 我用的是Meta訓練出來的Lama 然後自己再去調適喔 他們在訓練的時候都是拿網路上面沒有版權問題 或版權問題不太大的那些東西 那因為我六七年來在內閣裡面 我的所有的採訪跟很多會議逐字搞都是全部上網 那我那個上網也是寫說拋棄著作權 所以那些AI公司就最喜歡用這些拋棄著作權的東西來訓練 因為不會被告嘛 所以結果就是說 你要GPT也好 Google的Bart也好 Lama也好 用唐鳳的思路跟口氣回答問題的時候 它會非常準 裡面有非常多我的語言材料 那這個是為什麼它可以用我的口吻寫信 那所以我在自己的機器上又重新再調適了 就是把我自己的email 這個就不能給出去啦 就是一些私人的這些email 再拿去train我自己的AI 等於就是每天晚上睡覺前兩天 然後放在那邊跑 然後train當天的email 那這個時候它整個我的口吻什麼都摸得非常好 而且比我自己還好 因為我們最後最後被發送出去的都是編輯過的嘛 包含我們逐字稿其實也是編輯過的 那但是我如果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我反而還就是可能用一些外交上 比較就是沒有那麼得體啊 等等的這些措辭 所以最後出來那個比我還像我 從某個角度來看 那所以就讓它來寫draft 那我在進行必要的編輯之後 我可能只給一句話說 請很禮貌的拒絕它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它就會生出這樣子一封信 那像這樣子的用法就沒有自然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所有的信件都沒有給出去 全部都在我自己的電腦上 或者我自己的手機上 那這個就叫做地端或者Edge AI 那地端的AI其實很少人知道 就是它現在的performance 已經比免費版的全GPT還要好 那如果你的電腦記憶體夠多的話 它現在已經是跟GPT-4是一樣的頂級 很多人會誤以為說你只有超級電腦 才能夠跑得起這種程度的AI 但其實就是個人電腦現在已經放得起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國科會做的那個AI的模型 它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各個部會 就把這些模型放到自己的電腦上 甚至公務員自己的筆電或者桌電裡面跑 那這樣就不會有說 因為我跟EI太聊得來 所以我把一些資安上面不應該透露出去的 你稿中的文件 然後個人資料什麼東西 傳到所謂的雲端 那個被害人就是什麼都被看到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透過用地端的方式 來因應這個自然問題的一個方法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著作權跟學倫 著作權現在的一個困難就是說 著作權它是表達一個概念的表達形式 那個特定的形式你可以主張全力 但是那個概念本身 那個就是別的東西像專利權或商標權 什麼東西去保護的 但是因為現在深層世界已經強大到說 你同樣的一個概念你把一本書丟進去說 請用完全一句話都不重複 但是講同樣意思的話重新寫一遍 它就可以把它翻譯成一本 真的就是看起來就完全沒有消息 但其實意思完全一樣 在那一本書 而且甚至你還可以指定用誰的口吻來寫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對傳統的著作權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威脅 因為它本來保護的那個法藝就不見了 那這個其實從我的角度來看 而且我不代表經濟部或經濟部智慧區 從我的角度來看 這個應該就算了 就我們著作權可能就以後要變成別的東西 而不是就是執著在著作權上 但是確實現在也還有一些人 著作在著作權上的 會發明一些短期內有效的方法 像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當年有一部光碟法 就是因為MP3燒光碟這個當時很猖獗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還是有作用的法 我們說每一片光碟都要什麼套流水號啊 什麼浮水印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才能夠追蹤啊 這部法還生效 但是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我們沒有人再用光碟了 大家都直接透過網際網路傳的那個歌曲 那所以最後你看解決的方法 其實是靠現場演出的收費 或者是靠就是訂閱制的 就是湊到多少人我再做下一場專輯 或者是靠就是串流影音 但是賣旁邊的別的什麼東西 或者是一整包吞起來 然後按照你實際聽的秒說 來賣等等的這些影音的方法 已經沒有人會因此事做 在光碟上面燒浮水印是唯一的方法了 但是現在還有一些人在說 沒有那我們就要確保 AI生成的文字或圖片 都要買一些就是乍看之下看不出來 但是機器可以偵測出來的那種浮水印 那目前對於300字以上的文章 這種浮水印還有用 但是隨著就是科技越來越進步 拆掉浮水印 以及明明沒有浮水印的 但是我就栽贓一個浮水印上去 的這兩種技術都越來越進步 那我目前的判斷是大概在兩年左右 就是即使是長文章浮水印 大概也沒有用了 圖片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就比較沒有投資在這方面的工作上 但是你還是可以找到很多 就是想要付水印保護著作權的這些研究者 那學術人也是一樣的 就是大家之前前一陣子都很喜歡算 那個論文百分之幾是抄襲的 那但是這個也很快會沒有意義 因為它只要透過剛剛我們講 paraphrase 換句話術的這種引擎 大概很快就都看不出來是抄襲的 所以後來到底什麼是original idea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之前在 我還在科法會的時候 我們就討論過這一個 就是伊馬克當 那這個是我們其中一個把 就是考標準答案 就是所謂的試讀啊 literacy改成confidence 就是素養 就是你在面臨新情況的時候 怎麼創造出新的回應方式 雖然後面這個比較難測量 但是是AI比較能夠就是輔佐 而不是取代人的部分 但是如果是考標準答案的話 那其實AI直接取代人了 也沒有什麼好輔佐的 所以就是可能最後我們對於 什麼是有學術貢獻的這個概念 可能要也要有所調整吧 那這個都是bron's group 就是大概最尚未的回答 那如果有興趣問細節的話 我們再slide或再舉手問細節這樣 好 那我們再往下 那國國的素材政策 要怎麼樣融入性別平等議題 其實性命處發明的就是新元性蘋果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東西 我們現在就是所有重大政策 包含就是我們的 剛剛講到電子送啊什麼之類的 或者是我們要提的法案啊什麼 大概都會歸歸地填新元性蘋果 而且這些都等於讓我們一直在推的 就是所謂的透過數據啊 來做治理 巡政治理等等 它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 就是在歷史上面有累積一段時間的一個例證 可以講說 因為如果不是有重要性別攻擊資料部的話 那其實我們就很難去看到一個政策 它長程上面造成了什麼幫助 以及可能造成了什麼害處等等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它是一個比較好像 我們在特別那個民政官物聯網的時候 一定是先把空氣品質 或者是全球暖化或什麼之類 就大家都覺得應該要推的 這個共同價值放到最前面 然後來說數位的話是為了這個服務 而不是說好像我們只是為了數位化而數位化 所以同樣的道理就是要講巡政治理 那當然就是把大家都同意的 就是要解決性別不平等的問題等等 把這個放到第一位 那然後還有就是說 我覺得實際上面 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剛剛提到麥茂達 就是同樣可以自己提各種各樣的意見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很容易收到一些 就是確實在目前的職場裡面 對於性別還是有結構性歧視 雖然不是性別歧視 但是結構性歧視的事情 我記得當時我還在行政院的時候 光是請假能不能夠請一個小時 還是只能用掉半點的假 當時其實就是一個 我看起來是一個性別相關的一個意義 那雖然它真的表面上整個提案 你都看不到說就是有性別這個字出現 那你只要看就是連署人的名字稍微猜一下 大概都可以看到說這裡面有非常大的性別適合存在 對那所以同樣的 包含像蜜茜公文現場前河 包含像遠距辦公 包含像彈性上下班等等的這些東西 它每個大概我們在看到這些提案的時候 都不會講性別兩個字 但是其實你只要去看那個連署人的逆程的 就是只要有一點點性別敏感度 都會發現說這個跟性別非常的相關 那所以同樣的就是說 如果大家一開始就有說 就是你就是 biology shouldn't determine destiny 就是你的這個生命狀況不應該決定你的命運 在這個組織裡面的話 那我們每次看到這樣子的提案 或者是這樣子的調整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說那數位的話 能不能夠往這個方向來服務 而不是往舊有的那種方式 就是因為你也可以有舊有方式 就是主管沒下班 主管不可以下班 每個人都要簽到 那你也可以發展一些數位化的方式 去加深這種 它比方說什麼刷臉簽到 什麼之類之類 但是我們會看到這樣子的提案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其實在基層 大家都支持比較貪性的 比較性別平權的 比較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 而不是去 只是因為主管覺得 他的領導能力很難透過螢幕來施展 所以就剝奪大家遠距 或者彈性 或者什麼其他辦公的這種權利 所以只要我們把數位定義在 就是數十位數百位 他可以一起參與決策的話 我覺得目前新一代 是讓我覺得很安心的 就是他們大概都會往平權的這個方向 來自然去拜 所以我們不用特別強調 性別主管的話 是因為對於二三十四這一代 他們真的其實就已經主流化了 我們現在在處理的是很多practical的配套的問題 就是讓你就是救救我們的上一代 就是上一代的這些管理方式 可能沒有辦法因應新一代的需求的時候 他自然就會往這個性別靈感的那個角度來移動 希望多少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如果要舉手也可以追問 沒有的話我們就這樣一下 那有五位朋友們想問說 公司常常面臨到的問題 是支付的成分高 不管是初期或者是更新維護的費用 那如果是毛利率不高的產業 或規模不大 中小微星事業 怎麼樣解決這樣的問題 或者做怎麼樣子不同的思考 其實我上任不久 就是我們那些海蘭 這個衛星 什麼發六千 什麼都還沒有的時候 大家可能記得我有去那個油谷口面線 就是去告訴大家說 你看連面線攤都可以做數位轉型 那當時我們覺得那個題目是還蠻安全的 因為當時台北市進發局也就是加碼 中央出三萬他們出一萬 然後我們覺得這應該是超越黨派的議題 但是後來就發現說 當時因為就Telsea來台的時候 我們遭受非常嚴重的自然攻擊 所以大家就對我們有一個就是很 就是覺得說你們應該去做國防的事情 為什麼在這邊幫助中小事業數位轉型 就有一段backlash 但是後來當然我到底反而有說明說 其實如果不是這些中小事業 都透過運勢即將的方式 等於國家補助他三萬塊去做數位轉型 而且不是買特定的系統 而且你今天可能月租才三百塊 租一套點面線的系統 那你如果明天發現這個不好用 你還可以再租一套再租一套 那上面有幾千個不同的解決方案 那當你租了這個時候 可能人資管理 可能是排班 可能之類之類在上面客戶關係 其實都有可以租用的系統 那所以這三萬的credit 其實大部分的人是試了非常多套系統 之後每個月租可能就幾百幾百幾百 到最後就是有一套解決方案是 他覺得很不錯可以出為轉型的 那這個時候其實他甚至還願意 三萬塊用完之後 他自己在續租的時候 自己在花時間進去 所以我們的目的在現實際上 就是去讓business development的 就是業務拓展的成本 就這些支付廠商來講 盡量讓他減到最低 因為就是好像第一口事實免費這樣子 可以試很多不同的訂閲式的解決方案 那後來就是有庫文面前的新聞出來之後 我們就接到很多不適公司型態的事業 好比像說地方其實可能有合作組織 可能有一些協會 特別是如果是像地方的診所 甚至做長照的 很多是勞動合作社或什麼之類之類 就是他們不是註冊給經濟部長業司的 但他們也想要數位轉型 而且按照這個問題的想法 規模不大的企業 這些規模更小 他們根本連專職的IDMV都沒有 那他們就說 這個現在你們是數位部 又不是經濟部 因為那支計畫本來在經濟部 我是當政委的時候幫忙弄的 那所以現在我們是註冊的 雖然是在內政部 國外服部或哪裡 也應該其實更應該要多花一點時間 來幫助我們數位轉型 所以後來我們就花了沒有多久 大概兩個月 就合作組織 社會創新組織 接下來診所很多就是任何事業 他只要有稅集電話 只要開了出發票 都可以來使用雲世紀 那所以最近我們就發現很多 就是偏向 引導 做地方創生 等等的很多的這些商家 就都來開始透過雲世紀做數位轉型 那我們也特別請了就是所謂的青年替大師 學生替大師 就是剛畢業或者還沒有畢業 大三左右 大四左右 他本來也不是學資訊的 那透過就是推廣雲世紀的方式 五個人一組去幫助這些商權 這些社交機構等等 去進行所謂轉型 所以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我們的工作很多時候是設法 就是different one 地方 是讓最小的規模的事業都可以轉型 因為最大的那一些 上市貴的那一些 其實大概都有投資在這個上面了 而且經濟部其實之前也補助了蠻多 反而是補助這個經濟部 或經濟部看不到的 變成我們雲世紀的主要的概念 所以怎麼樣不同的思考 反正就兩個 一個就是移租代買 就是不要一次做很多capital investment 那第二個就是說善用 向雲世紀提大師這樣子的資源 因為他們都有幫忙很多人做過數位轉型 所以你就可以燒成很多原網路 可能可以變成是 best practice 在你的那個行業裡面 其實已經有別人導入過這一整套 solution 加在一起剛剛好可以幫你數位轉型 那你就可以一次全部導入 然後再抽換掉裡面 你覺得不適合的部分 南雲世紀大概就是這樣子設計到 希望回到幾個問題 那下一個問題是問說 請問數位轉型跟公司協力 是不是有屬於戰略層級 一定要落實推動的目標 是不是真的很好的問題 我其實有準備的簡報 那大家如果在slido 左上角有一個目錄 按開的話有一個簡報的連結 所以也可以參考哪一個簡報來看 我們其實最簡單來講的話 就是 resilience 認性 然後跟 trust 信任 大概這兩個是戰略目標 那展開一下 任性的意思就是說 海蘭斷掉了 還好微波被轟炸掉了 還好有衛星等等 任何時候發生任何災難 在當地實際發生的事情 還是要能夠及時的 讓關心我們的光漢國際友人 知道這個是最大的戰略目標 這個就是很接近國防的那一個部分 那除此之外當然也包含通訊的人性 就是海蘭即使都斷掉了 我們大家之間如果是用line的話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line你每次打一通電話 它是先繞去日本再繞回來 那所以只要海蘭斷掉 line就全部斷光了 那所以我們現在在講的就是說 那有沒有可能 因為line用的是Amazon 那Amazon有一部分的在調來落地 我們blog有一部分的至少文字訊息配空 那這個影像可能就沒有辦法 但是其實像我們說的 不自己使用Google Meet 那就算還要斷光了 其實還是可以動 因為Google的機房在彰化等等 所以就花了很多時間去做 就是內部的跟外部的這種通訊人性 那當然自然大家都知道說我們每天受到500萬次的試探 所以自然他們真的有可能打破任何一個破口 但是打破之後我們可能好像當年防疫一樣 就確保它不能橫向擴散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工作 就叫做靈性人 確保說我每次簽公文的時候 是我的手機驗我的指紋 那我的手機上面沒有被裝惡意程式 又是另外一次程式驗 然後這些程式的行為模式沒有不同 又是另外一次程式驗 那這三個是別三個不同的廠商 所以確保說哪一個被攻下來 另外兩個還是會把它擋住等等 所以這些全部加在一起 就叫做Resilience 就是全民的數位認性 那當然我們成立沒有多久之後 就碰到深層時AI 那深層時AI就造成新人的一個非常大的危機 那像我最近才自飛去京都 去他們就是一個聯合國的一個會議 那就是網際網路治理論壇 那是很少數我們可以用政府代表的身份 然後也是拿到聯合國的證件 然後就進去開了會議 那在那個會議裡面 大家都提到說 就是本來因為日語它有很多很細微的地方 鯨魚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日本人 而想要詐騙日本人 基本上是沒有指望的 那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那但是現在因為深層是AI 所以到了今天任何的地方的人都可以詐騙日本人 他只要中間靠一個日文人員模型就可以 這個是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所以以前是跨文化很難詐騙 但是現在就是完全靠機器人 你就可以解決這個跨文化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剛剛在講的都是好的應用 你可以跨文化彼此了解 了解彼此的就是問題 苦處 找出共同的解決方案等等 但是完全一樣的技術 就很像雙刃劍一樣 基本上就是用來做跨型詐騙 然後他只要就是你接起電話 講個三、四秒鐘 那他拿你的聲紋 馬上就可以發閉成跟你講話語氣同樣 然後就用來騙就是親朋好友等等 所以就是說跨境的這種訊息 難以信任的這個問題 就突然之間指數性的成長 就是AI直接帶來的一個生後果 所以我們以前大家都是覺得說 我們在線上碰到的基本上是人 他行為開始像機器人 我們才判定是機器人 但是未來可能要變成說 就是如果不是你在手機聯絡部裡面 已經面對面夾過的人 又或者是說他是有蘭勾勾 他比方說我們前兩天才啟動 那個111那個簡訊號碼 那個簡訊號碼發過來的 當然都是紅部門 但是未來如果不是檢碼 也不是你聯絡部裡面已經有的人 可能就要假設他是機器人 因為真的就沒有成本要模擬成一個人的話 甚至視訊跟你即時視訊都沒有問題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怎麼做到information integrity 就是資訊的完整性 怎麼樣重建這種數位的信任 變成除了任性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國家戰略級 一定要推動的目標 怎麼確保說這些生成式AI 所造成的詐騙等等 他的成本低到幾乎零的時候 我們不要去跟他對好成本 那這個就有很多做法 那我們主要就是放在actor and behavior 就是我們確保所有官方的來源 通常都用111 都用共用的縮網址 gob.tw 藍勾勾等等的這些做法 然後如果不是這些新的過的 好比說境外什麼加886 什麼打過來的那些skype模擬成的號碼 那NCC現在有的直接擋掉 有的直接先放一段錄音 告訴你說 這個是境外假裝成國內的號碼打過來的 除非你已經認識 這個人不認識 大概就是詐騙吧等等 就透過各種方法 讓這個actor 哪些是境外的 可能是生成式AI造成的虛擬的人 能夠第一時間讓大家就跟真正的人 去做出區別 那這個是主要的工作 那除此之外就是 如果是整個網站都把你copy走 然後電商網站 有些國內著名的電商網站 會被註冊成跟他的網址一樣 但是只差一個字 好比方說那個PC碰的O或MOMO的O 但那個O差一個字 那個O是什麼序利亞文的O 所以你看起來根本 人眼絕對沒有辦法辨別 然後你進去之後 看那個網站就長得一樣 一路到下單的流程什麼之類 那以前你要靠人去靠出一整個網站 不容易嘛 但是現在就是它隨時改版 AI這邊就隨時改版 所以看起來完全一模一樣 也沒有成本 那只是最後你下單 當然不會收到東西 而只會收到就是詐騙而已這樣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現在就是只要這個電商 一發現一舉報等等 其實我們是整個網域 讓它斷開連結 讓它連不到 那但是這個就有很多 就是言論自由啊等等的問題嘛 所以我們就同時要有很多配套 就是每天都要說是誰舉報的 並不是我們是會不來判斷 而是在哪一條上面 哪一個網域 因為什麼原因怎麼樣 那也有appeal process 就是你點進去的時候 不是封網 不是連不上 是連到165反差片的廣告 然後說如果我們搞錯了的話 那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審死我等等 就是說要保持我們是自由民主社會的同時 但是也能夠在這種 就是境外的大規模的 冒充的Behavior這邊 能夠有一個非常快速的 24小時之內就能夠對應的方法 那當然打殺無法也通過了嘛 所以今晚會就說 如果是Facebook 那它被檢舉 而且不下架 而且還有人被騙 那它被騙了100萬 沒有關係也不用下架 但是Facebook要連帶賠償了100萬 那所以這個一通過之後 Facebook突然就很聽話 因為它沒有很想要 就是連帶賠償了100萬 所以單位就是透過 Actor and Behavior這兩層 來去讓這個被生死神 來威脅到的數位信任能夠重建 大概只是我們另外一部分的工作 希望可以答到這個問題 好 那有沒有國內或國外的成功案例 那其實像我剛剛講到的 不管是通訊任性的資安的部分 或者是剛剛講到的就是Facebook 終於就是願意在有連帶責任的情況下 這個細心革命等等 這個大概都是蠻成功的案例 也是事實上現在國外在講說 我們要怎麼規範神聖者AI 但是在國內我們就是挑三個 它能夠破壞社會最嚴重的地方 金融詐騙是一個 然後所謂復仇是色情 就是非金當事人同意的親密影像 或聲音合成等等這部分 然後NCIi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在大選期間 能夠微貌候選人發表政治言論等等 就是說這三個其實可以說是 社會最深惡痛絕的 也是很明顯的破口 而且你也很難想像 誰會做這件事情 主張說這個對公共有益 就想不出什麼對公共有益的可能性 所以這三個就是台灣先修了的法 就是這三個大概都說 你如果深層是AI來做這些事情的話 那平台如果助長這種事情 要負責任 那目前在國際的平台 也都很配合在這三件事情上面 所以我是覺得 當然也是當時所謂數位中間法 是說任何犯法的都要有類似的處置 那但是社會上覺得說 很多罪行它第一個不一定那麼重 第二個它說不定你可以想像到 它有對社會好的用法 算是創新的一部分等等 所以犯法也許應該容忍一下下等等 所以社會有很多不同的討論 那在社會中間法 這個討論NCC就是社會之後 那我們就回到這三個不同的法律 那我目前看起來是比較好的一個模式 所以應該可以叫做一個成功案例 所以核心的關鍵其實就是 就是我們是要看到社會覺得哪些是 Risk Profiles它的風險已經高過 這個社會所能承受 然後在最快速的時間裡面 所謂Urgent Clarity 就是快速的給出一個很清晰的回答說 這件事情就是不可以 我現在就是挖在這裡 而不是說好像很廣泛的說 我們就是投資到很多不同的防禦裡面 那其實能夠快速的去回應社會當下的痛點 我覺得這個也是數文化的一個核心 就是不是每年變預算的時候 再來小明天會有怎麼樣子的事情 而是隨時就是有新的需求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用現有的平台稍微調整一下 然後就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所以大概只是主要的挑戰 因為以前沒有數位基礎建設概念的時候 並不是說我們放一大堆大家都可以用的數位素材在這邊 然後挑戰來的時候就調整一下 每個都要重新開一個表案 或者是寫一個合法計畫或怎麼樣 所以我們內部環考的邏輯 因為疫情的關係有了變化 變成不是以基環考而是以周環考 然後不是以周行動而是以天行動 在那個時候就是合作的這些朋友 到現在大概就是數位股的核心組成 就是當時所謂就是防疫的時候的那些 不管是所謂口罩國家隊 或者是疫苗 或者是檢訊宣言職或什麼之類 就是這些人是最後不管他們來在什麼部門 加在一起變成數位股 所以我們主要的因應的對策 就是像剛剛講到增加我們收到社會需求的頻款 然後減少我們回應社會需求的延遲 盡可能即時反映這樣子的需求 至於說增加頻寬減少延遲 是不是會因為蓋草換代而終止 應該是不至於 因為我自己2014年就加入了行政院團隊 當時是蔡雲正委員的教員部門 當時還是張珍珍副院長 後來張珍珍院長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 常任文官沒有一個不願意更知道社會的需求 以及更及時回應社會的需求 因為這是常任文官的工作嘛 那以前的問題是說 它的可信度會因為現在是這個政黨執政或那個政黨執政 所以就自動一半的人或現在台灣可能三分之二的人 都不相信你所推出來的政策 那但是我們剛剛講到的那些 如果一開始就是集合各種不同政黨的人 一起叮叮出來的 那它自然也就沒有延續問題 不會有哪個政黨說 那我們就不做通訊任性 光線斷掉無所謂 被害羞害吧 不可能有人這樣講 那反過來講也不可能說 那我們跟世界各國就斷絕來網 只有這個台灣人簽的簽章 我們再相信我們就不跟歐盟做生意 不跟美國做生意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在這兩件事情上 就是防衛上面是任性 那在進取進步上面是信任 這兩件事情上 我不覺得哪一個政黨會反對這件事情 所以我是蠻高興的可以看到說 我2014年推的東西 大概2016年幾乎全部都延續了 所以同樣的就是我們現在推的東西 不管接下來誰當總統 看起來也不太可能說 那就數位不就費手好了 我們也不要再做資安 也不用再做國際連結了 這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先要給大家幾個問題 那我們再往下 網路的數位性別暴力盛行 我們可以扮演的防治角色是什麼 這個其實是我們從去年成立以來 大家對我們有一個期待 就是我們可以去抓壞人 甚至包含像之前的那個什麼 離美好多的事件 直接質詢說這個 如果警察這個院長說三個月會抓到 為什麼說一步不調下去抓啊 搞不好親手抓 你等一下就抓到 但是就是說因為我們真的不是 監禁教的機關 如果而且我們組織法裡面 也沒有哪一條授權我們去做犯罪政策 如果我竟然開始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其實就表示我們朝向中共那邊 跨了很大一步 因為只有在他們那邊做發展的 做網路連線的等等 可以隨便去掉IP 隨便去抓人 那就是網信版的工作 但是我們並不是這樣 我們這個三權分立或五權分立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如果沒有warrant 就是沒有搜索等等的話 那我們的人也不可能開出去 所以我們一直都是透過像資安院 我們有個行政法人資安院 各個主管機關包含警政署等等 他們如果需要調查 像說重大的個資事件等等 我們沒有辦法自己跑進去 但是我們可以作為專家 他們把我們找進去 這個是可以的 所以只要主管機關點頭 我們可以去調查任何事情 但是我們不能自己發動任何調查 那所以同樣道理 就是我們將跟著調查 像個資事件等等 一陣子之後 我們也會發現說 哪些部分還卡在行政沒有數位化的部分 我們現在的捐證可能中間還要 就是直奔影印 然後影印之後再掃描 掃描之後想過去 想過去之後還要再列印出來 不知道再幹什麼等等 那這部分我們就可以幫忙 因為行政數位化是我們的使命 所以我是覺得兩部分 就是一部分是我們會希望 就是在目前的這個justice 就是司法正義的這個過程裡面 會卡關的這個部分 我們盡量用我們的行政數位化的經驗 去證明說你如果用端道端加密 甚至密件公文等等 這個的安全程度 比起你用紙本事實上是更高的 而不是更低的 雲端也沒有什麼好怕的 因為有加密技術等等 那我們如果把這部分做好 那包含什麼取證上鏈 什麼有很多做法 那很多的犯罪 它其實可以在 不太消耗檢察官以及 檢察官助理員令的情況下 能夠快速地去獲得正義跟裁判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解決掉一個很大的暴動 因為現在檢察官及檢察官助理是其中一個瓶頸 所以我們在防炸的這部分的貢獻 我覺得很多是可以同樣適用在很多這種跨境的 或者數位的性格保障等等這些事件上面 它是通用的降伏器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說 我覺得我們另外一個可以做的事情是 透過像我們剛剛講的資訊完整性的貢獻 去讓整個社群網路的討論變成一個比較不助長暴力 或者是極端化的一個方法 像我們跟Twitter 其實之前Twitter就有採用我們 現在叫X.com 有採用我們當年2014 15年發展出來一種概念 他們現在叫做Community Notes 就是說你可能會看到一個人的推文 它是偏頗的 或者是有害的或怎麼樣 但是又沒有完全違法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把它下架 但是像最近因為就是以色列跟哈馬斯的關係 這種貼文是很多的 但是有的時候你就會看到 當它傳播力一高的時候 就很多人轉傳的時候 底下就會出現一則 讓你看完之後又恢復到精神穩定的一則貼文 說這個是斷章取義 本來不是這樣子的 這個已經被發現了 事情全貌不是如此 這張圖是發生在這件事情以後而不是以前 等等等等 就是把它的那個完整性的脈絡加上去 那這樣子一套演算法 就是讓任何人就是都可以像陪神團一樣 你可以說我願意當這個Community Notes的貢獻者 那透過就是我們的演算法 當然Twitter後來自己有改進 就是它越能夠說服來自不同的極端的意識形態的兩邊的人 那它就越容易出現在所有人的面前 所以它剛好跟以前就是你越極端越吵架越善色型 越多人點贊 然後他們賣越多廣告等等的那個邏輯相反 這個是越能夠讓人不要陷入暴力的思考方法 這種就是不要極端化的這種工作裡面 那如果我們所謂的新聞共融 是要讓線上的這種資訊完整性變得更好的話 那就應該要設計出某種方式 讓不只是新聞或者公民的這些新聞工作者也能夠加入進去 所以我們就綜合了Community Notes這套想法 跟台灣一個叫真的假的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實質產核的想法 可能會加在一起 那最近會跟META談一些比較具體的這些工作 所以就是恢復到線上有完整脈絡 而不是說大家憑著一時的義分就跑去出征 或者是做斷章取疑或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大環境上我們可以幫忙的 那當大家不會陷入出征的情緒的時候 有一些暴力的太陽就是群眾把凌等的太陽 應該就會少一些 所以雖然這個跟性別不是說直接百分之百扣合 但是裡面有很多就是gender bias的部分 其實是內潛在裡面 希望多想要回到這個問題 好 如果沒有要舉手你再往下 好 說文化部主要的內容是什麼 文化部可能就是請時的部長來回答 我們就是會發展過的 對 我們還沒有跟文化部合併 至少我們沒有收到這種警戒的訊息 當然就是如果大家還是可以 就是多少看一下簡報的話 我們看一下簡報 看一下要怎麼在這台上面看起來 很久的經濟在組合上的情況下 我們都是會發展過的 所以我們要再稍微分析 再台上 讓我們選擇 來吧 這麼多年來 我們要去看 我們Pf4人的衝突 我們沒有看到 我們一些punk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要去看 我們要去看 我們去看 我們要去看 我們有些真的 旅遊車 我們要去看 我們要去看 好,那數位部份簡稱數位部,但是在籌備的時候有人叫數發部,那這兩個都可以,就好像那個清廉發展書,你叫清廉書,還清發書,有沒有關係,那但是就是後來因為數發部被叫多了,就有人在PTE上面就有問,說數發到 到底是幾發嗎,所以後來我們就有一個標準的回應,數發就三發,就是社發展發跟圖發,因為我們的部的結構是所有跟社會發展共融的,好比像說偏向要有網路可以用啊,通訊任性啊等等,這些比較是對每個人都有好處的補給服務啊等等,發給人家, 還有錢啊什麼,這個都在我們部份部,就是數位部,那但是我們底下有兩個署,就是一個是數位產業署,數產署,它是幫各行各業,特別是小型的事業,去做數位轉型,所以那個是產發,那裡面很多人是,就是娘家是經濟部,就是經濟部過來的,那右邊是突發,就是我們資通安全署,資安署,那出力的就是每天五百萬次的攻擊, 那怎麼樣把它防禦住,那裡面有很多攻擊,它也不一定是,所謂的敵國,或者是敵對勢力,而是就是颱風,或者地震,或怎麼樣,反正就是關鍵基礎設施,它不能停止運作嘛,所以不管是人,還是非人類,所帶來的這種突發,我們就是要能夠應變,那就像我剛剛講的,就是裡面有非常多互相重疊的部分,像台灣的資安產業,現在非常重播發展,因為我們在國際上面,就好像以色列一樣,就是 就是Battle Tested,在大量的攻擊下,盡量活到今天,表示平時還不錯,那這個就是在,這兩個產發跟突發交界的地方,我們會把我們的很多的技術跟設計,轉移到業界之後,那業界成立一些好的新種公司,我們就幫它賣到全世界,這個就是在自然跟產業轉型中間交替的部分,那同樣道理,就是我們在,剛剛在上面,把這個AI跟我們的在地的文化,期待,做了對齊之後, 我們產發這邊,就可以去發那個驗證測試的報告,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數產書,會有一個AI驗測中心,那同樣的就是,我們可以會說,你用來翻譯,或者用來中整,用來在這個特定的狀態上使用的時候,它有達到我們社會,對這個AI產品的期待,那這個就是設發跟產發重疊的地方,那同樣的就是,像在防詐,裡面就需要很多在設發這邊,先讓大家了解到, 要說111是這個公用的政府的短碼的這種簡訊,那讓大家能夠辨明,就是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等等,那但是如果真的發生了,就是整個政府網站被靠到外面去,然後這個變成,就是完全詐騙網站的情況,那突發這邊還是要,像剛剛講的整個網域,然後它斷開連結等等,就是一些比較積極的一些手段,所以就是,比較長期的這種製本的,大概都放在我們部分部,那但是製標的,就是立刻就可以處置的,這個是放在, 就是自然書或自然院這邊,所以我們的主要業務,其實是全民數位人性,就是在其他的國家,會以為在這些價值中間要做取捨的,我們盡可能都用不要做取捨的方式,能夠堅固這三個價值的方法,把它做到,那這個講起來很容易,但其實做起來特別是在真正應變,就是很困難的時候,其實不容易,像2020年的時候,武漢封城的時候,那時候很流行的, 一個講法,就是說人民的健康跟經濟的發展,一定要犧牲一個,不犧牲一個是不可能的,這樣,但是,當時台灣也好,紐西蘭也好,還有那一年的話,澳洲也是,就證明說,其實如果你讓全民透過,就是下午兩年代狀節目,了解到傳染病學的知識,那事實上你可以堅固這三個價值,這樣,所以我們大概,因為就像剛剛講的,我們團隊不管在部裡還是署裡,很多是當時防疫的人,就是核心,是組成的,所以我們一直想, 想的就是說,怎麼樣不要犧牲任命的價值,然後還可以完成我們的這些,主要的業務,那當然,因為就是我並沒有這個,唸簡報的習慣,所以如果對裡面的,好像通訊認訊啊,或者是我們的平譜的整備啊,或什麼之類之類,有一些想法的話,我想簡報大家,都可以自己下載,那就慢慢看,這個是我們去跟立法院做的報告,所以這份應該是已經公開了,好,那所以就概念上面,大概先講到這邊, 好,如果沒有人要舉手,我們就再往下,好,有下一個問題是問說,公共們推動數位轉型喔,還有公司協力喔,那常因為財務法限制,還有數位科技的不熟悉,往往只能在既有標案裡面,來增立小的工廠,就是小規模事情,稍微成效的繼續推廣喔,要怎麼樣更妥善的處理這兩個問題喔,基本上我們跟工程會,最近, 已經公布了新的就是,自服的採購的企業版本,跟採購的注意要點,那在裡面蠻重要的一點,除了就是所謂自然自動這個入歸什麼之外,就是去確保說,我們跟乙方的關係,可以更加對等,因為這邊在講的都是說,傳統上採購,都是造小普魯那一種,它的意思就是說,它非常的就是瀑布型,你兩年前就知道最後M point會講什麼樣,它能夠採取的功法, 大概就那幾個,所以它沒有那種,就是一面造巧普魯,一面試走,然後一面再按照大家的回應,去調整的,叫做敏捷式開發的這個能力,傳統上要做敏捷式開發,然後又要用採購法,預設那個契約犯的,不是沒有成功過,特別是政府就成功過了,但是非常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特別是如果它不是設計這一段的,而是工程這一段的,那幾乎是不太可能的,那之前我有巡迴,就是各讀,然後也包含就是南部各的, 顯示等等,這個都是他們覺得最大的痛點,也沒有辦法,靠顯示政府自己解決,那所以我們現在新的這個版本,大概就有兩個測試,一個是說,你可以變成,運用現有的公共建設,出來的那一些城市,我們叫公共城市,Public Code,所以預設上,我們在取得著作權的時候,朱衛福,我們開了標案,取得著作權的時候,我們就立刻拋棄著作權,那這個意思就是說,你的廠商, 廠商就可以,不是不付授權費,直接把我們的廠商的,像剛剛講到的網站啊,或公文,或什麼系統,或說網址什麼東西,當作它的產品用,而且還不用掛Copyright,別的廠商的名字,因為如果你的移房,一定要掛我的移房的名字,那它絕對不可能把這個當作自己的產品,但是我們透過在,就是公共努力企業裡面,去盡可能的promote,就是公共城市的這個概念,就會變成是,每一個標案,雖然只是,呃, 把現有的這些公共城市,把它做得更好一點點,但是因為它的這個成品,你在七月範本裡面也可以說,那就拋棄著作權公開掉,所以下一個人就是從你的肩膀上去,繼續往前坐,繼續往前坐,以前的問題是說,雖然有個公版,但那個公版不可能符合大家的需求,每個人的廠商要分別開發,開發完,這方面也沒有辦法擴散,那所以大家都一直浪費時間,在開發重複的事情,那現在因為有了這個公共城市,跟公共建設的概念,所以真正最花錢的部分,就是中央吸收,但吸收之後, 這個地方還是保有完整的不只客製化,而是把它當作一個原件跟別的東西,互相簽合的這種能力,所以這是第一件事情,我覺得是蠻徹底的改變這個,那第二件事情是說,那也就不再有什麼最,什麼最低價,什麼實在實在,就一律都是,採不定底價的固定費,固定費率表,就是說,我是Pay for Success,我最後是要做到密件線上簽合這件事情,我願意付一個固定的錢,那任何 廠商來比的時候,不是比他能夠用多少的,就是減少成本做這件事情,而且他這個過程裡面,能夠更加扣合敏捷開發,或者是剛剛講公共城市,容易很想擴散,任性,無障礙等等等等,那所以這些創新的部分,才是他們比較的部分,我們不再接受殺價來比價的這件事,所以我作為首長,也就不需要一直和信封說,這個秘書處說,可以扣多少錢,可以扣多少錢,等等,這個首長最不喜歡簽那種, 因為要負全部的責任,但是就是固定幾家,專用最為力表,所以固定幾家,就我們預算書上寫多少,我簽出去就是多少啊,那這樣子的話,我只要憑一個,就是會議記錄,看起來說,他提的創新方案,有沒有刻薄到我們的實際目標,就可以了,所以一方面他減少收藏的風險,但是二方面,他也讓新創,變得比較容易進來,因為他不需要消價競爭,因為大部分的大型的系統, 系統成合商,他為什麼可以消價競爭,別的地方可以轉回來,但是新創沒有這個能力嘛,那這個時候既然是固定架,那新創當然就是用更創新的方法解決問題,一定是他的工作,所以他就可以說,OK,更短的時間,或者是能夠照顧到更多不同的族群,什麼之類之類,那所以他們就很容易去得到,那再加上我們剛剛講的前面那一部分,就是他的上游,下游的元件,都是用開放的程式,或開放的API,所以他也不需要是系統成合商,本來所謂 生態系裡面的一環,因為反正這邊有所開放的API,他就直接接進去就好了,所以這兩個大概都不是什麼創建嘛,其實愛沙尼亞或英國或什麼,做的北歐,做的非常舊的,那但是因為以前一直沒有一個主管機關,就是出來跟采購法主管機關說,數位補,數位采購就是要這樣做,像當年文化不成立之前,也沒有人出來說,文化采購應該要怎麼樣子做,所以我們現在做的主管機關出現了之後,大概就是比較fundamental的,就是徹底的, 來解決這個假方面以防權利義務部隊等的問題,希望多少有回答這個問題,這個可能真的就比較公部門的朋友,比較會心有氣氣,連死部門真的,相對上來講,在這方面是很多早就接近了,好,那下一個問題是說,NCC是建立單位,是廣電,那可以監看跟管理,包含去算那個秒數啊等等,所以這個把關、罰則等等,新聞等等,那網路崛起, 那因為沒有分潤機制,那所以就是它本來可以賣廣告的,結果現在只有Mega跟Google可以賣廣告的,那所以這樣子網路上面的這個sensational,或者是gender bullying什麼之類,是不是數位不把關呢,還是有什麼分工的規劃設計呢,能夠去數位轉型喔,其實在我們成立的時候,同時NCC改了它的組織法,那NCC就有網路傳播, 建立政策的權限,這是寫在它的組織法裡面,那他們現在有網傳辦,就是網路傳播政策辦公室,我沒有記錯的話,那當然問題是說,本來它會有一個作用法去搭配的,就是數位轉型服務法,那但是因為那個法在政訊階段,大家都覺得這個太廣了,所以沒有要讓它這個訪到院會,所以它也沒有進到院會,所以當然也更沒有進到立法院,所以現在就是NCC處於一個, 就是叫NORM,就是大家社會覺得什麼東西,真的不能接受,那它去跟這些平台說,這個社會真的不能接受耶,那以及就是專法,像剛剛講到的關於投資的,關於就是合成身為的色情影像的,以及關於冒床候選人的等等,那這個是有作用法,那所以它比較有很多的作用,所以當然就是我很難幫NCC講什麼,但是就是按照本來的設計, 是我們來幫忙這些數位轉型,那這個數位呢,過程裡面,如果有造成一些違法的事件等等的話,那傳播的,不要說監禮啦,治理的部分,那NCC等於擴大了,本來只有傳統廣電的這個權限, 而且變成網路傳播,也算在他們的view裡面,那現在當然就,處於一個有點尷尬的狀態,那我目前看起來,就是,如果這三個專門事項之外,還有像消費者保護啊,什麼之類之類,如果NCC,其實他們年底會出一個網路傳播政策, 在白皮書裡面,大概都會寫得比較清楚,那概念就是說,怎麼樣子從這三個專法,大家都知道不要全面性的,這個數位中學傳播法,這個中間還是一個progression,而不是說,就一直只能夠停在大家,生物同學的少數幾件事情上面,而是說,我們可以好像說公平會,如果看到,就是不正當競爭啊,等等的事情的話,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角色等等,那所以這個是,那一個就是第一個問題的部分,就是分工的規劃跟設計,那當然從我們的角色, 這個角色來看,我們並不會說,因為這邊暫時,稍微卡了一下,我們就不做我們該做的事情,所以我們大概做的事情,就是透過像Google,它已經有三年三億元嘛,能夠幫助傳統的媒體,去進行數位轉型,所謂的新聞工容啊,的那個基金,數位工容基金,那但是,當然也有人批評說,這個三年三億元,感覺上是,就是以Google實際抓到的廣告費來講,真的是沒有一個很大的比例, 那我們也有說服,就是我們的電信事業,因為電信事業,它本來就有補給服務啊,等等的義務嘛,那我們也有問說,那有些電信事業,它可以做一些事情,來促進數位信任,好比像說,這個銀馬科技,就是你在電商買了東西之後,它送給物流的時候,不要把你的手機號碼給出去,而是用一個代碼來表示,那這個就是電信事業很擅長做的事情,所以它如果去提供這些房源的事情,我們就可以在頻率使用費,或這個公益權, 或者是國際服務等等,給它一些見面,那同樣到底,如果他們願意幫助新聞視野,去做數位轉型,好比像說,做一些5G的導入啊,或者是5G專網的,攝影棚的導入啊,等等,垂直場域啊,等等,那這些當然我們都有,在書產書那邊,相應的一些計畫,去加速他們的數位轉型,不過,現在我們的Focus,還是在營運聲聲聲聲帶來,帶來的詐騙上面,所以,新聞視野也好,電信事業也好,如果在這個題目上面,有貢獻之處, 那這部分我們經費是接下來會比較多的,就是放在智慧房闖那邊,有3億元,那當然還有很多別的budget,所以我們目前數位轉型,大概在新聞視野會有些很明確的方向,就是信任,那當然也包含自然的人行,這兩個方向,那其他的就是,如果是content layer,distribution layer,就是無關乎是不是境外的攻擊,或者是一些行為,actor and behavior,無關乎這兩層,AB這兩層,而是關乎content distribution, 就是內容跟散播這兩層的,那這兩層,目前還是以NCC為主,我們最多就是,做一些技術的支援,那我們看各國大概也是,就是actor and behavior,這兩層比較容易控制,而content and distribution,要控制真的不太容易,尤其是在生成生AI,可以免費的產生任何content跟任何distribution channel,的這個狀態,那但是,我就不再多受,我們就看看年底的這個NCC的白皮書,會有怎麼樣子的增長方向, 那下一個問題是說,數位轉型跟公司協力的課程目標,我不知道謝萍出的目標,但是我自己每年都會參加的目標,主要也是想要更及時的知道,包含我們工部門的朋友跟民間,現在對於,我以前是數位政委嘛,就是數位政策,有哪些新的需求,然後以及有沒有哪些我們在政策說明上面,還不夠好的地方,那也可以就是讓我, 能夠發明顯的比喻,或者先試試看,說明這個簡報是這樣講,還是那樣這樣,比較能夠讓大家理解,因為確實,每一個人看數位的時候,按照剛剛那三個價值,就是參與的價值,進步的價值跟安全的價值不同,其實常常會變成有點雞同鴨甲的情況,就是同一件事情,可能會,我們覺得說它有兼顧到安全的價值跟進步的價值,好像說雲事極等等,但是很多人會一下子把它理解成是有所 取捨,所以你只追求一個怎麼犧牲,另外一個我更重視的價值呢,那就是要透過像這樣子,就是比較,大家能夠即時問一意,或是即時提出問題,或即時舉手的方式,我們才能夠知道說,原來我們以前的說明,是偏重其中某一個,但是忽略掉大家可能更重視的另外一個或兩個價值,那我們再來調整我們的論述,這樣子,所以這是對我自己的課程目標,那我想,憲平說要回答這個問題, 好,謝謝那個部長Cue我一下,其實我們當初會安排這樣的課程是,我們這邊有公部門、私部門,然後再加上我們其實數位轉型這件事情是我們政府重要的政策,那大家都會面臨這個問題,那我們才會想說,那我們的當初政委現在部長,其實在這個數位的這個轉型的這個部分,是他最大的強項,那我們當然是透過部長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說,到底我們在這個數位的這個轉型的這個部分,是他最大的強項,那我們當然是透過部長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說, 在這個數位轉型的過程當中,我們的公部門,我們師傅們,我們要如何應應,我們要怎麼樣知道更多的新的一些政策的訊息,然後還有就是公部門、私部門可以怎麼樣來合作,那讓我們的這個未來在進入這個數位時代的時候,大家都可以很順利的一起度過這樣的一個過程,對,這個是我們當初為什麼要排這個課程的一個目標,好,非常感謝憲平說,非常清楚的說明,好,那如果沒有, 我們要的追問我們就往下,請問企業速轉的過程,怎麼樣規劃資安呢,目前公司正在討論公有雲和私有雲的堅持,公有很多好處,但是有資安的疑慮喔,資安大概就是CIA嘛,就是confidentiality, integrity, availability,就是機密性、完整性跟可用性,那當然雲端的可用性是沒話說,就是機房就是很容易一下地震啊,或者怎麼樣就沒有了,那但是 就是雲端幾乎按照定義,它就是備份在兩個以上的地方,所以大概可用性是可以保證的,那當然台灣的狀況比較特別,因為我們如果另外海岸斷掉了,那那個可用性的就是你國內再多個機房也不會保證它到外面有備份,那但是大的雲端其實現在大概都是採取,就是它本地會落地,但是你也可以就是付一點點錢就好,所謂冷備份,備份在外面的這個情況,所以如果你是備管制產業, 還有金融產業等等,其實你這兩個真的可以兼顧,因為我們自己就是這樣做的,就是我們保證說,我們所有的運算啊,資料儲存啊,什麼都放在,像Google的話,彰化,就是本地的機房,但是我們同時也持續的去加密,然後備份,但是備份的時候,我們現在的做法是我們同時備份到三個以上的公有員,那好像假設五個好了,那每一個呢,都只有這個拼圖的其中一片,那因為它是已經完全加密打碎過的, 所以這五個除非湊到其中四個,不然你拼不出任何一點點資訊來,你五個如果只取得三個的話,那這個一點用都沒有,它資訊是不夠的,所以我們就透過這樣叫做分池,就是加密分池的方法,確保說好,那即使有一天,就是我們所有國內的機房都無法通訊,只剩一點點微信的頻寬等等,那我們在國外,就是可以靠這五個空有員的冷備份,只要其中四個才存活,我們就可以把一些最關鍵的資訊,還是把它拼回來, 當然希望不要走到那一步這樣,那所以同樣的就是,因為我們公共已經說,這樣子的情況下,並沒有就是那麼多機密性的問題,因為畢竟你很難想像五個雲端公司,全部彼此勾結,而且還要就是取得你的指紋,什麼之類的,這個真的不容易啦,如果就是全美國的所有的大公司,像全歐洲所有的大公司,都要起碰到台灣呢,就是我們認了,對不對,所以這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這個情況下,我想即使你 即使高度管制產業,也可以參考這樣子的做法,就是用有落地在台灣的公有員的機房,然後又安排一些加密分尺被分到完原了被分的這個方法,那當然,如果你真的非常機密的東西,你信不過公有員,那現在有所謂混合員的做法,就是你自己就買一些像這個AI很多的算力,可以放在你自己的intranet裡面,或者是像我甚至放在筆電裡面,那這個部分也可以,但是它就不是source of troops,就是你一些, 這些最基本的,就是公司所有人都要分享的,像Google Drive啊,共體啊,什麼之類之類的,那個部分還是可以往有落地的公有員放,就是說你要再把自己的一些最基本的這個,就是它比方說,如果你是受管制行業裡面,你收集到病患的這個個人資料,或者是醫療的格子啊,或等等,這樣子的話,那你可以加密過,或端到端加密過,或甚至同態加密過,反正用一些很新的加密技術, 一段隱私強化技術,然後是把那個加密的部分放在雲端,讓雲端去做儲存跟一點點雲算,但是因為你可以證明給你的檢管單位說,這個公有員廠商其實沒有辦法解密,那所以這個部分這樣子用還是可以,等於是說你兼顧了公有員的可用性,但是因為只有你自己解得開那個計算的結果嘛,所以你又兼顧了機密性這樣子,所以大概就是我們在年底會有一個隱私強化技術指引,專門就是來講說,你要怎麼樣透過先進的隱私強化技術, 去兼顧可用性跟機密性,所以也很歡迎,其實現在是已經有在預告期,所以如果找隱私強化技術的話,應該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指引的一些想法,也很歡迎提出意見,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要多用有落體的公有員,但是真的不行的時候,可以用一些加密的,或是或是合理的方法來部署,這樣子應該算是,目前最能夠兼顧這三個要求的一個部署方法,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請問網路平台的性別歧視言論,政府應該怎麼這樣子處理,說話故事是可以處理的,當然如果它是已經到了犯法的程度的話,那就是由經檢調,就是執法機關,那就像我剛剛講的,我們主要的工作是,如果我們作為專家還被找過去,那這樣我們是幫忙檢調,而不是我們取代表檢調,又或者我們被找過去的時候,發現他們的作業方式,有些地方是紙本,那我們作為專家還被找過去,那這樣我們是幫忙檢調,而不是我們取代表檢調,又或者我們被找過去的時候,發現他們的作業方式,有些地方是紙本, 作為數位治理,資料治理的主管機關,我們可以幫他們程序快一點,這樣子,大概就是這兩個,所以大概都是輔助性的角色,很難說我們直接就開始,就是看到部署的言論,就第一平台下架,就是因為之前NCC也沒有取得那樣的權限,數位普通還更不可能取得這樣子的權限,但是我同樣的,就是我們不是被動的,就是雖然內容層跟傳播層,現在就是不太容易去進行直接的限制, 就是我們還是可以就是Actor and Behavior這邊,去達成一個新的共識,就是說除非是藍勾勾,除非是你的通訊錄裡面的人,除非是有電子線張,除非是使用電線短碼,什麼之類,不然的話這些言論你也不用在意,因為反正都是機器人嘛,這樣子,那就是如果有這個所謂什麼所謂的什麼不雅的什麼圖片等等,我四年前就請科技匯報幫我拍一個廣告,就是他們用筆電就合成我的, 一個defake,然後就是假裝看風的臉啊,口吻啊,什麼之類的,隨便去換臉這樣,然後我最後才出現說這個要先查證不轉傳,因為現在合成這種東西變得非常非常容易了,那其實當大家都發現隨便都可以合成的時候,合成的影射的時候,上帝就會變得很弱,就像現在都會說,這圖反正劈上去啊等等,所以我們能夠做的反而是,就是重建數位信任,然後改善這個norm, 那沒有達到這個norm的程度的,我們就一律把它就當作自由監,或者是機器人的合成言論,那長期下來就大家精神威神也會比較好,因為就比較不會被這些,就是像,其實那個意思,像我們推出一一一這個那個,檢訊平台政策, 那一般來講反應都是很正面,就是最多只是說早該做的嘛,什麼之類之類,那但是就是會有一些特定的網路論壇,你就發現說在一分鐘裡面就會有三百則,全部都是否定這個政策的,那這個時候我就會想說啊,這就是語言模型的輸出,就是我沒有特別把它當作人類了,大概就是AI產生的,因為它也沒有擴散力,也沒有從那一天然後再被轉傳出去,就表示說,這是可能是合成的一個公民社會,並不是真的存在這些人, 而是說,這些人它後面有一個語言模型,然後就是要造成這樣子一種,這樣來則的否定的言論的狀況,那像這樣子的情況下,我們如果去有一個norm說,那沒有啊,其實我們聽大家的意見,但是你要到註明平台,或者其他至少透過SMS認證,或者是FIDO,或者是經常認證的平台,那些意見我們一定即時回應,但是其他的就是完全不需要認證,就可以隨便你留言的這些地方,包括那個, 有說要放炸彈的那個,那些我們就當作它不存在,也當作沒有看到,那可能很快會要到這個程度,因為這邊的成本事實上,就是微造的成本已經降到非常接近零貌消耗的這個問題 好,那NCC目前跟我們的歸屬是不是很清楚啊,那尤其是數位通訊的方面啊,對,就是像剛剛講到的就是說,內容跟傳播這兩層,特別是在監禮上, 上面的業務,留在NCC,市場上面有擴充他們的組織法跟人力,那但是在行為層跟行動者層,就是主體跟行動這兩層,特別如果它是跨境的往工的話,那這部分的因應跟資安上面的工作是我們來處理啊,所以就Active Behaviour是我們,那Content and Distribution在NCC喔,那各境關資安人力並沒有增加喔,所以如果發生事件的話,那有些是以外包來執行,但是 但是還是需要有專業人力來規劃監督喔,對,這是確實是這樣,我們新版的自安法有處理這件事情,那目前是還在預告嘛,那應該是下個月喔,可以送到行政院,那我們自安法新的這個版本裡面,除了說,就是把, 他們像說特定非公務機關的結合啊,或者是地方政府,然後怎麼配合啊等等,把它加上去之外,另外一個蠻重要的就是說,像績效獎金啊,或者是其他這種可以,把現有的不是資訊人力的公務員,經過一定的推訓之後,能夠轉職到標20資訊人力,然後再轉變成自然人員等等, 把這個biasway把它弄得很清楚,所以也跟考試院合作,那之後會有自安考科等等,所以這部分的配套就是,讓人員更容易出,就是出現在正確的位置這是一個,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即使你是,就是比較沒有發生事件的機關的自安人員,我們新版的自安法也說,那你附近的機關如果有發生自安事件的話, 那我們就會臨時把你調度去處理那件事情,那但是這個調度,當然你有付出時間等等,這個當然也有績效,但是更重要的是說,這個因應的方式,增加認識性的方式,那你回到你本來機關的時候,你就可以節省很多自己探索,或者是自己購買的這種成分,到最後大家都會用同樣的一些,有經過就是戰鬥測試的這些公務程式,公務建設等等,所以就是在有限的專利人力之下,怎麼樣透過動態的調度, 每一次都累積出更多,就是自安上沒有問題的這種做法,那之前在有說一部之前,大家也說,那為什麼這些底層的系統,全部都要分別招標啊,都要分別進行啊,難道不能有一個公辦嗎,那同樣的,就像剛剛發放現金有公辦一樣,未來像剛剛講到的,就是因此強化技術啊,這些資料的infrastructure啊等等,這些我們都會請各個機關提供建設計畫,然後一起送一包,可能三億或者四億的出去,然後一次解決每個機關, 那最後就是薪資低於業界喔,對於資安員員性不大喔,我接政委的時候應該是打三折喔,那所以這個真的是這個,確實是低於業界,而且低於蠻多的,那所以當時就一直想要解決這個問題,那到現在資安院成立,應該是解決了一部分,因為資安院是勞基法,而不是就是公務員服務法,所以他的序情是比較彈性, 資安院長的薪水也可以比部長多喔,那所以因為這樣我們就是有一個條新的規則,就是去看高度管制產業,特別是電信業跟金融業,做同樣事情,同樣職位的人薪水多少,那目前資安院就可以付到這個薪水大概九成喔,那我們福利也還行,所以其實就是跟業界是對齊的,所以大概就是,希望能夠達到一個就是人才循環,就是資安院這邊有看到全國的資安工房的視野,所以當然我們在這邊待一陣子,外面一定很高, 先把你挖回去,那人沒有關係,那只要挖回去之後,那邊的人,這個做了一陣子爆肝的業界的生活,想要比較準時下班,那這樣子的話,他們可能也會考慮到資安院,反正薪水的程式也不多這樣,所以我覺得一個健康的對流是最重要的,我們並沒有說所有人才都要被我們吸收,那但是反過來講,我們也不覺得說所有我們的資安人才,其實之前我們有這個就是動態調新之前,因為來我們這邊,像特別資安署 主要透過那個身家的檢核,所以就是調查局,要確保裡面沒有這個問題,那民間特別經過機構,不可能去請監禁調做這方面的調查,所以就會有人考進來,然後接受調查,沒有問題,然後兩個禮拜之後,他就被挖走,光是他有能夠進來我們的資安部門,就只一個月可能五千塊或一萬塊之類的,這樣就瞬間被挖走,所以我們才後來想出了一個就是跟業界對齊的這樣的做法, 因為不然真的瞬間就被挖走,那如果後面再加上一些就是增值加級啊,績效獎金啊等等的話,我想多少可以平衡過來了,那同樣的這也不是只有我們資安署或所有的,我想所有的A級機關的資訊人員跟資安人員,應該都要有同樣的這樣子的提升啊,之前就是我們防疫會那個成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有防疫醫師這個制度,就是外面醫師賺多少,進來政府當防疫醫師就不要打太大的折扣,因為醫師賺 那賺的錢絕對比公務員都很多嘛,那就是因為當時有這個制度留住了很多非常好的就是公衛跟防疫醫師的人才,那所以我們才能夠減值比較好的這種防疫的系統,那同樣的就是在資安上我覺得跟防疫是非常類似的,所以我們就是參考那個精神來做新版的資安法,希望來到這個問題,那學會部跟其他部位組成人員好像不太一樣,許多人才來自私部門喔, 也還好嘛,我們600個人,那裡面來自私部門就是所謂的約聘是85個人,所以也沒有特別多,也沒有特別少,但是絕對不是報紙上說300,那300那個是上限,然後速限300,但是沒有要開到300,那但是就是為什麼我們就是還是有一些約聘人力,而且他的就是名字都是一些什麼資安制度工程師啊,什麼就是聽起來非常 像high profile的那種名字,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其實本來在台灣就有一個很強的,我們叫Civic Tech,就是公民科技的這個社群,那我以前也是非常多時間的那個社群叫G0.0,那領事政府,那這個社群的特色就是說裡面有很多真的來自完全不同的黨派,不同意識形態等等的,甚至有一些等來是公務員,那我們整天在G0.0裡面想的就是說, 同樣是G0.0就是政府所提供的服務,怎麼樣用不到一層的成本,就可以做出類似的服務,就是怎麼樣透過Civic Infrastructure來取代,或者是補充Public Infrastructure,我舉例,像之前就是有一位叫江明宗,他是在台南,然後現在在民眾黨相當國養,那但是他的工作就是做地圖,所以大家如果有用過不管口罩地圖,還是什麼,什麼好時券地圖, 還是什麼公務地圖,反正就是後面有地圖兩個字啊,雞蛋地圖他有做,那不管哪一個地圖,他就是透過這種群眾外包的方式,去及時的來指出,就是大家所注意的資源,附近啊,哪裡有,所以他累積了大量的做地圖的這個能力,但是在有社會部之前,他的這個貢獻很難在中央的層級去跟,好像內政部專門做那個基礎投資的TGOS那群人,或者是做資料清理, 也有過發會那群人等等,很難跟他們平起平坐嘛,那因為就是民間人士而已,而且大家都不想有土力廠商,所以就很難說,那他來當我們的總顧問這樣子的概念,但是事實上那個真的是比較省錢,而且比較有效益的做法,所以我們在疫情的時候,因為疫情的時候,信息採購真的比較不受限制,所以我們就看他需要什麼資源,我們就盡量調查什麼資源,然後給他去使用,那當然後來有幾十種口罩地圖,也不是只有他的那一個,但是, 他就是有一個呈現其後的作用,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這些人,他就可以來擔任,像我們應該,江明總現在叫做應用架構總顧問,那還有一些別的,任性架構設計制度等等,都是有一些人總顧問,所以他們的工作就不是廠商,不是移方,不是我們交代案子給他們,而是說,他們把累積了這十年左右,更好的做公共建設的方法,透過像是巡檢一樣的方式,去巡迴每一個, 特別是有出過一些資安問題的部會,然後去告訴這些部會說,你們如果給乙方,這幾個要求的話,其實你就可以兼顧到這些這些事業價值,所以變成是一個,就是總顧問的這個概念,那所以這些人才,他當然只能從私部門來,因為當時,我考不考就沒有考,就是如果兩千三萬人同時用你的資訊系統,怎麼不要當機,的這樣子的題目,那所以這個是有必要的,那人數也不多,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這個還在合理的範圍,就八成五左右,還是長人文官,那這些一成五的人,就慢慢的把他的想法,能夠讓長人文官吸收,大概就是這樣子,那我們的性別比例,沒有,我們女性並沒有比較少,那,但是我們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就是在次長層級啊,這個,看到三個次長都是男的,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對,那,但是就像我們歇斯軒署長啊,他的副署長啊,他的副署長啊, 就是自然屬,三分之二都是,Leadership都是女生,那,然後如果到,就是,科長啊,組長這個level的話,那,性別比例事實上是,好像,我沒有記錯啊,反過來是,但anyway,就是,但是次長這邊,確實是,三個次長都是男生,那我們中間其實有想要,就是,球隊的時候有想要進行,就是性別平衡,但是後來就沒有,沒有成功,anyway,總之就是,總之就是, 目前只有四長,這邊沒有達到三成之一,好,那,至於私署長的話,呃,我們其實依法是可以用,呃,外面的,就包含教授啊,副教授啊,等等,那,但是當時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呃,因為民間很不希望,我們有,有實行政中立的做法,呃,尤其是當時,所有總結法的事情還沒有燒完,所以,我們就很,很明白的說,我們所有的私署長,雖然可以用外面的人,就是政務人名,但是全部的, 都是常任文官,那,一個外面的人都沒有,那,所以,因為我自己也沒有當派嘛,所以我就可以跟,呃,所有的立委說,反正我自己也不住選,也不介入選舉,那我們的私署長都是常任文官,所以就算百分之十五的人是約聘,但是他是report這些常任文官,所以保持主席人重立,所以在當時,確實我們也要想過,是不是透過,引入外面政務人名,讓更多就是女性的私署長,能夠進入,呃,我們的leadership,這一層,但是這兩個, 這個一拳衡之下,後來還是以,就是以強榮榮為主的這個概念,就是,至少在我們一開始那一年,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但是,未來還是有這樣子的空間,可以在私塾,然後這個leadership這邊,多應經理性的領導層,那,至於到,呃,就是業務普通的,就是承辦,呃,業務單位等等,這個大概就是剛好一半一半,我沒有記錯的話,那,就像剛剛講到,透過像mimoda,就是內部的點子徵集,大家就會提很多,就是更新也友善的, 做法,但是不會特別打折,覺得性別有效,性別主流,這種概念,大概是這樣子,希望我們回答到這個問題,好,企業要怎麼樣,在有限的資源成本下,有效的推動數位轉型,其實就是以租代買,就是不要一下子砸大錢,買某個solution,到最後那個SI廠商,講的就是說,可以解決你所有的問題,可是他就沒有講說,你的某些少數的問題,還是這個系統不能解決,所以到最後,你就是舊系統,新系統都要用, 然後人員都要學了兩次,然後就是非常非常的麻煩,那,倒不如說,透過像植物有塵塞設計的方法,去看,工作上面哪一個小部分有換點,然後透過租用的方法,一個月可能幾千塊,先試試看那個痛點,能不能用這樣的方法來解決,不行的話,再換一個租就是了,所以,蠻推薦大家多使用,加班雲石集,這個,你出三萬,我們不出三萬,三萬三,除了雲石集跟提大師之外, 還有哪些互相合作,提升企業的,述轉能力的方式,微博斯基是覺得說,如果有去我們雲石集看的話,其實雲石集不是只是讓大家去租三萬而已,他還有很多,就是能夠問專家的這個部分,而且這個專家,所謂免費諮詢啊什麼,他不是說,好像只是,就是企管顧問啊等等之類,很多是在裡面,跟你同一個行業, 但是他比較早一點已經有經過,數位轉型已經有復國學費等等,所以反過來講,就是說如果你是轉型有成的,也考慮加入一下我們的顧問團,那所以這個部分,就我們會showcase你的轉型成功經驗,給業內的其他人知道等等,所以我是覺得,反而是這個顧問團,也包含這個顧問團,如果你有時間來當我們的夜市的話,帶著年輕人,帶著些提大師,去幫助更偏鄉,或者是更沒有資源的地方做數位轉型, 我覺得這個是,也是現在社會責任的一環,那很多大的企業到某個程度,他自己內部,確實有一些很好的處理事情的方法,特別是現在淨零,做探盤查,什麼之類,就真的是要有資源投入的人,才會有一套方法,那中小事業就還沒有累積出方法來,那透過像剛剛講到的這種,替大師,專家顧問團,輔導團等等, 那也是把你的能量化能夠快速散播的一個方式,所以也是很歡迎大家能夠多支援,那這些大概都是在雲世紀,以及我們數位產業書的網站上面,都會有進一步的說明。 數轉要怎麼樣促進民主共好,跟性別平等,這很大的問題,不過還好,就是我正在寫一本書講這個,所以如果有空的話可以看那本書,叫做 Plurality, Plurality.net,是那一本書的網站, 那 Plurality,就是我們翻成多元語證,就是去同時分進,你可以接觸到多,不同多,就是不同群組,不同性別,不同文化,不同各種多元性應該越多,但是又能夠讓大家更能夠協同合作,在以前知識兩個是取捨,就是說如果你要很緊密的合作,那大概都是生活經驗跟你有點像的人,至少語言文化, 那如果是跨非常多文化等等,那到最後就只剩投票跟交易,這兩件事情可以運作,那所有更緊密的合作方式,大概都很困難,那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就是透過像我一開始demo的那種,AI去蒐集各種不同文化的人的意見,又合成成,他們能夠聽得懂的方式,去講對面的意見,等等的這種方式,去確保說,共好,就是達到共同目標之間的事情,可以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意識形態, 等等,透過AI來進行轉移,來發生,那這些有一些做法,大概都有寫在Bloorality.net那一本書上,那這個是一個,算是跨國的研究計畫啦,所以台灣當然在這方面是有一些showcase,就是有做一些事情,但是其實也有一些,做的甚至還比我們早的,像在冰島啊,在西班牙,在愛沙尼啊,在一些地方,所以這些大概都是,就是全球一起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是蠻確定說,確實有一些能夠促進功耗的技術,我們不一定,運用所謂的世道媒體什麼,都一定只能框在自己的小圈圈包摩裡面,或者是透過出征的方式,才能夠認識陌生人喔,在這個中間,應該是有比較好的方式,可以來做喔,那像Twitter Community Notes等等,都是一些,就是這個概念的,算是具現化,多元宇宙概念的具現化。 好,下一個是問說,所有發展可以讓工作變得更多元喔,是不是能夠協助公司部門,讓工作根據多元團性喔,來兼顧家庭跟工作平衡,確實實在,我最近才看到一個,這幾天的數據說,台灣現在已經使用接網路速度最快的地方了喔,比法國還要快一點點,那其實這個就是很基本的,因為如果你沒有非常多數的快速網路,那就是,見面有三分請,但是,視訊可能只有兩分,一分, 不過倒扣一分請,如果中間會,就是抽格的話,本來這個關係還不錯的,抽格幾次之後,就關係變得不好的等等,所以就是說,最最最最基本的,就是每個地方,包含玉山上面,都要有寬屏網路這件事情,其實是數位部,花最多錢的地方,那大家可能有聽過說,什麼,我們200萬的預算,那個是兩年嘛,但是,就算我們一年裡面的,就是加上前瞻的這個預算計時益,主要,其實最大的一部分, 就是去確保偏向、離島、山上等等,都有高速的5G,跟其他的網路的聯合方式,這個就佔了我們,前瞻預算超過一半的部分,所以,這個雖然最花錢,但是也是最不能省的錢,因為如果沒有這部分的話,那我們推所有這些數位轉型,民主化什麼之類之類,到最後就是只有都市裡面的人可以參加,然後所有人還是要先移動到都市,然後才能夠參加,我們在疫情的時候,有看到, 很多國家就是因為沒有推動這種寬屏,作為人權的基礎建設,所以變成,整個經過疫情之後,它那個社會的就是兩極化,就是包含貧富差距什麼,變得非常的嚴重,因為有些人是甚至連受教育都沒有辦法,他就是,連寬屏網路都沒有,所以更不可能去上學嘛,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我們做的還行,那我們在接下來能夠做的就是,自動人權法跟電子簽章法,電廠法應該很快就會,已經送到行政院, 可能會到地法院,去確保說,大家在好像簽文書啊,或者是做交易啊,或者跟公部門打交道的時候,不會再說啊,你一定要值得,一定要輕鬆,一定要什麼之類之類,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有電子簽章法,但是任何公部門任何部會,都可以在網站上面貼一個函式,就是說我所有的這個公務,都不適用電子簽章法,而且電廠法裡面,它那個強制力是零,所以當就是公部門說了這個函式, 當時之後,它也不用再去檢討,所以當我們頒布這個草案前,我們有跟各個部會溝通,那有些像財政部國庫署,它馬上就廢止掉它的這個,不是用電子簽章,只能走直奔的函式,因為它也忘記當初為什麼有做這個函式的,已經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所以就是說,就是這二十年來,我們已經累積了很多,只能做直奔的這種要求,但這個要求,為什麼當時這樣子做,已經沒有人記得了,所以我們電廠法修法,就是在做一個重新的談點,就是如果從修法成功的那一天, 一年開始算三年,其他的部會,不提一個法律的修正案或者立法案,去排除電子簽章使用的話,那我們推定就是電子簽章,就是要使用的,他們也不能說不使用,那這個是艾莎尼亞,之前他們前總統Yuvas,來台灣的時候,很喜歡說的嘛,就是說他們只有結婚、離婚、買賣土地,不能適用電子簽章,那其他都可以喔,那後來他兒子接了資訊長Lukas Yuvas,然後我們這個前年,去年有見面, 然後今年有視訊,他很高興說這個,他把那個年代不能做的,現在電廠也可以做,那他們用的就是視訊,就是買賣土地的時候的那個簽名,不能只是電子簽章,就是刷在原批證的簽名,你必須要留下這個汙洞的什麼影音的什麼什麼記錄,那就是透過這種高度汙洞性的簽名,再加上說他那個手機的APP,好像是可以去算什麼附近的集體台的強弱訊,什麼之類的,就是他各種不同方式讓你不能偽造啦,那但是, 這些如果都通過的話,那其實也可以買賣房地牆這樣,所以我是覺得說,像這種技術都不是問題,而是我們在法律上面,怎麼樣給他一個確定性,那這個就是接下來電廠法修法要做的事情,那我們裡面也特別加了一條說,如果像SANIA,跟我們都有加入一些國際組織,或者是一些國際的標準制定組織,那我們不用簽雙邊的協議,因為我國簽雙邊的協議很困難,只要加入同樣的國際組織,技術對接安全性沒有問題, 我們就可以彼此互認,那這個對未來的跨性貿易等等也是蠻有幫助,那如果等這些都做好之後,意思就是說,就是如果不管什麼性別的人要就業,他就不會收到那個物理群聚,只有這幾家戶主可以找,那各位戶主可能就要跟全世界的人競爭,因為他就可以透過視訊的方式,就是遠去去其他地方工作,而且他的電子牽長,別人也都認,但是反過來講就是,那 那大家也可以去用失去比較接近的任何地方的人才,因為很多翻譯的工作可以透過AI,就解決那個語言或文化上面的問題,所以這兩個加起來,我覺得是對於就是彈性工作是非常有幫助的,所以我們大概就是把電子牽長跟資安這兩件事情做好,應該就可以把官僭人權真的變成運用層,大家可以用的東西了,好,透過網頁多物換贈品,卻被詐騙了數萬元求助我們, 聽說網頁多物,要怎麼樣子辨別,這非常好的問題,首先就是說,如果他是有藍溝溝的,或者是有藍溝溝的帳戶所推薦的,等等,就是你本來就已經認識的,那就要想說,除了這些之外的,都是假的,以前我們常常是說,這個東西我們先推定他是真的,他露出馬腳之後再覺得是假的,但是現在可能要反過來,就是除非, 我本來就已經常用的那些電商,或者是我已經認識的人,他的公司,然後再連結出去,那還要想想他是不是被害了,等等,那除了這個之外,只要是陌生的網址,等等,大概就要有一個戒心,就是那個大概就是假的,你先把它想成是假的,然後他要慢慢來證明說他是真的,那這個真的跟大家平常使用網路的習慣確實是不一樣,所以也沒有辦法一下子心態上面就轉換成這樣, 那我們當然就是有一些專門做數位新任的一些公司,好像說GoGoLook,大家可能比較知道的是他的Who's Call,就是會把那個來電放成是可能是詐騙,可能不是詐騙,那他現在更多就包含這邊講到的一夜市的詐騙的網址,或甚至是一些App,就是通學軟體像LINE,他會推送一些什麼免費廣告抽獎的訊息給你,等等,那他現在有一個叫Message Checker,就是把網頁推送的訊息,LINE推送的訊息, 等等這些訊息,全部都先掃描過一遍,然後再把不是詐騙的才放到你眼前,那如果可能是詐騙的,就好像那個email的垃圾郵件資料夾,就是你的時間特別多的時候再去看就好了,但就預設是不會跳出通知來,也不會讓你收到這方面的連結,那這也是另外一種做法,所以目前大概就是兩個嘛,一個是說轉換自己的心態,那二方面如果轉換自己的心態沒有那麼容易的話,那可能確實要靠Who's Call或Message Checker, 或等等的這些產品,來做這個第一關的把關,那我們未來也會盡可能跟電信事業合作,就是確保說,使用電信事業的比較新的手機,可能三年之內的,如果他就是像我剛剛講Message Checker或Vusco,覺得可能是詐騙的來電的話,那你不用特別安裝,他上面也會冒出說這可能是詐騙,這樣的訊息,這個目前還在快部位的整合,但是我覺得是蠻重要的一個工作,好,下一個是說, 就是說這個優缺點是什麼,以及必要性是什麼,我想他的優點是蠻清楚的,就是你可以一次接觸到比較多的人,而且可以比較快速的回應,實際的就是情勢,而不是說一記或者一年之後才回應,就是他比較靈活啦,那主要的缺點是,我們大概人腦沒有辦法一下子消化那麼多訊息,所以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就是中整的一個方法,或者一個dashboard, 儀表板,或其他的就是調整我們的人質,來處理這種海洋的訊息的方式的話,那他很容易造成就是,我們叫perma work,就是就永遠不下班了,因為你隨時在手機上面都可以再收到更多的訊息,然後很多人會變成不是他在滑手機,而是手機在滑他,在這樣子的一個生活方式,然後line隨時都就是就沒有看,什麼之類的, 對,所以就是說他很容易造成資訊過載,那我覺得說造成資訊過載的其中一個因應的方法,就是我絕對不懂觸控螢幕,我一定是用觸控筆,或者是pouchpad,或者是滑鼠,或者是鍵盤,總是隔著某一層嘛,因為我一旦開始滑手機,我手指就變成手機的一部分,我就沒有辦法搶回手指的主動前,對,那但是當我隔著這樣一層使用的時候,我就可以專心半小時, 然後休息五分鐘,再專心半小時,再休息五分鐘,所謂翻協中的工作坊,那我到現在大概就隨時手機都可以放下來,也可以從頭到尾不看手機,就半小時,完全不被他打擾,那如果能夠做到這樣子的話,我覺得說一下其實大概就只剩一個點,但是,確實就是over-reliance,就是過度依賴,或者是上癮,真的,真的是一個問題,那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大家,多少都要做一些修行,就是修長自己的行為,那, 那,性別在數位資源取得使用上面,有什麼特色,以及有什麼差異,這個其實沒有辦法一概而論,但是,我們確實是注意到說,如果設計師本身,這個團隊啊,或什麼,他並沒有注意到性別平衡的話,那他很容易設計出來一些,就是讓不同性別的人在使用的時候,就覺得這個東西不是為我做的,還有點拒人於前提之外的東西,那,這個是有很多研究,就是,真正 真正數位產品,要能夠照顧到使用者的需求,他們必須要Humble,就是,呃,要能夠保持在謙卑的性能,而保持在內心最好的方法,就是一開始的設計的那個組成團隊,本身在性別以及其他部分,文化等等上面,要足夠多元,那,因為已經敲鐘了,所以這個問題就沒有辦法講很多,那,最後就是自己的預言模型,這個我們數位固裡面已經有部署了,那,應該年底,大概國客會的台德的模型,其實現在他們已經有一個台德的那個互助會了,所以, 如果你對用國客會的模型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問問你們機關的諮詢長,現在應該已經有二例貝塔,就是可以自己試試看,那,用來做那個那個尼稿啊,誌詞啊,什麼都,我覺得都蠻好用的,可以就是,呃,對,省掉很多力氣,因為,我看很多所知或者諮詢稿已經是AI做的,所以我們不能那個工房不平的,所以我們回應,可以看一記語言模型,因為顯然愛諮詢的,來所知的,已經是用語言模型的做了,好,那就 希望有回答大家問題,謝謝大家,謝謝